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和我们中国恰恰相反 我们中国现在你说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西方的 还有什么东西是中国的 大概就只有专制制度还是中国的 其他一切的一切都西化了 我们有几个人还穿唐装的 是吧 我们有几个人 包括我们现在所谓的国教 也不是儒教而是马克思主义 那也是从西方传来的 所以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有什么传统 那就是西方有什么东西我们不能接受 那大概就只有民主 是我们还没有接受的 是吧 可是这里我要讲啊 其实民主和专制说穿了 不能说是选择什么文化的 是吧 因为道理很简单 所谓的专制就是不许你选择 所谓的民主就是可以选择 是吧 因此专制和民主的区别 不是选择什么的区别 而是能否选择的区别 是吧 比方说印度这次大选 选上来的就是一个 带有很浓的印度教情绪的人 是吧 大家知道莫迪是属于 如果用中国的 如果用中国的比方嘛 莫迪是一个印度的新儒家 是吧 是一个那个 那个具有狂热的印度教倾向的 是吧 那么印度人把这样一个人选出来 当然也是表示了他们对 印度教或者说对印度传统的一种认同 是吧 当然你也可以说民主制度下 那他们也可能选出一个很西化的人 是吧 像现在那个跟 跟莫迪竞选的那个 那个印度国大党 是吧 大家知道印度国大党 现在现任的主席就是一个 是吧 那个索尼亚本人是个意大利人 是吧 只不过他 当年和那个拉吉夫甘地结婚以后 就加入了印度籍 是吧 那么索尼亚甘地当然是很西化的了 是吧 如果说印度人选了索尼亚 那可能说是表明印度人很西化 那么选了莫迪 可能就表明印度人还是很传统 是吧 可是如果是根本就不让他们选 那老实说不管这个统治者是西化还是传统 这和选不选是没什么关系的 是吧 这并不是选什么的区别 而是能不能选的区别 是吧 那么除了这个能不能选的区别以外 如果真的讲要选的话 真的讲不是由上面规定的 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大家看看现在还有什么传统可言 是吧 我们无论是衣食住行 是吧 词可能还有点 中餐可能还是有点 可能影响还是挺大的 是吧 但是那个服装 是吧 我们现在没有哪个人还穿的是民族服装 是吧 不过不 恐怕不仅是汉族 是吧 包括我们那个56个少数民族 只有在开人大的时候 是吧 那些各个少数民族的人 都装模作样的像演戏一样都穿上那个 平时他们人大一开完 他们也不穿这些东西 是吧 可是你看看现在印度 是吧 没有几个人穿西装的 是吧 没有几个人穿西装的 而且那不是演的啊 是吧 不是政治家才这样 老百姓也是这样 是吧 所以我觉得什么叫做传统 是吧 什么叫做西化 这本身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 是吧 如果要讲西化 到底是印度更西化还是中国更西化呢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 我们的确也知道 晚清以来啊 中国受西方的影响很大 是吧 以至于到了民国期间 说实在的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 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思想都是来自西方的 是吧 自由主义来自西方 社会主义不用说了 是吧 那个马克思 我们讲的 马克思主义 是吧 那马克思肯定不是一个中国人了 是吧 那么大家知道 除了是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以外 在民国期间还有一些思想 在中国也是挺有影响的 是吧 比如说蒋介石就是个基督徒 是吧 比如说曾经有一度 这个法西斯 法西斯帝 是吧 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 是吧 大家知道民国期间 中国和德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是吧 当然二战了 法西斯包括军国主义 就是我们的敌人 但是在二战以前呢 曾经有很长的时间 军国主义也好 法西斯也好 在中国都不是贬义词 是吧 尤其是军国主义 我后面就要提到 是吧 晚清很多人 都把军国主义当作一个理想的 是吧 所谓的从中法社会 进步到军国社会 这是当时的很多中国人的 追求的目标 是吧 那么后来抗日战争了 那当然军国主义就成为 就成为我们的敌人了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呢 是吧 大家知道到了民国 清末民初啊 实际上 旗帜鲜明的出来说 西方的一切都不好 中国的一切都好的 往往这个人还必须就是西方人 是吧 否则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是吧 不是西方人 至少也是在西方长大 学着西方文化 英语讲得比汉语好的人 是吧 比方说我们很有名的顾鸿鸣先生 是吧 顾鸿鸣先生 当然从人种来讲 当然他也算是那个东方人 但是他完全是在国外出生 接受的是英语教育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但是他是理直气壮地站在那里讲 西方什么都不行 中国什么都好 是吧 但是他有这个 有这个资格 是吧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现象呢 大家知道以前呢 我们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 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后果 是因为西方打败了我们 是吧 大家知道以前传统时代 我们有一种 中国人学习西方的三阶段论 是吧 说是一开始鸦片战争 我们被西方打败了 于是就觉得船间泡利 这是我们应该学的 是吧 于是就开始学西方的器物 是吧 就是所谓的船间泡利啊 洋务运动啊 是吧 办生产军火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是吧 可是洋务运动 最后我们有了西方的军火 是吧 大家知道有了北洋水师 是吧 但是后来 是吧 中法战争 甲鲁战争 这都是在中国有了 西方军火以后的 是我们还是打败了 是吧 于是这些人又觉得 恐怕不光是器物的问题 我们的制度恐怕也有问题 是吧 于是就相继有了 戊戌的改良 和辛亥的革命 是吧 有人说这叫做制度上的 企划 是吧 那么这个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推翻了这个朝廷建立了共和 但是中国还是积贫积弱 是吧 问题还是很多 于是人们又觉得 是吧 这个时候中国不仅是器物 不仅是制度 而且 国民性也有很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文化 所谓的国民性 是吧 于是就有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 有了文化上的西化 是吧 也就是说按照这种逻辑 中国的西化 是吧 是沿着一个 这个 器物的 先学习器物 后学习制度 最后 才是学习所谓的文化 是吧 所谓的观念 所谓的国民性 是吧 可是啊 这个说法 以前是很流行 那么到了最近这几十年呢 随着那个 这个这个 我们国家经济上 情况比较好了 是吧 那么 对传统的评价也有了 和以前根本不同的 那个一些说法 是吧 那么现在看起来呀 很多人就觉得 中国 传统 实在 没有什么是不好的 是吧 经济上 当然一直有人说 中国一直说 到鸦片战争前 都是很厉害的 是吧 广为 被引证的一个数字 就是那个所谓的 麦迪逊数据 是吧 说1820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前 中国GDP占全世界 将近三分之一 是吧 比今天的美国都 都牛得多 是吧 那么经济 是 非常之 厉害 那么政治怎么样呢 以前我们说 中国的政治是专制的 现在很多人说 根本不是 是吧 说中国的这个 那个 那个皇帝啊 是很虚心纳贱的 是吧 说那个 人民也很自由 国家根本 不管县以下的事 是吧 有人说 中国的 这个体制 根本不能叫做 封建 是吧 有人说 大家知道 在西方 这个封建和专制 也是两个概念 是吧 这两个概念 应该说 我们以前讲 叫做封建专制 这个词 大概的确是 有点问题 是吧 不过 如果封建专制 是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们以前 不能叫封建 是不是还可以 叫专制呢 是吧 或者我们如果 以前不能叫专制 是不是 就可以叫封建呢 现在很多人认为 我们中国以前 既不是专制 也不是封建 那么既不是专制 也不是封建 难道是民主吗 好像也有人 好像这么讲的人 也很少 是吧 于是我们现在 创造了一些 新的名词 说中国人以前搞的 既不是封建 也不是专制 也不是民主 是什么呢 是人政 是吧 有人说 这叫做 父爱式的管理 是吧 不管怎么说吧 总而言之 这也是很好的东西 是吧 那么好了 经济很先进 政治也不专制 文化当然是 更不用说了 是吧 我们的那个 那个自古以来 文化就是所谓的 五千年没有中断过 世界上最伟大的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 就有了 而且现在还有人说 说这个中国人重视精神 西方人光懂的物质 是吧 于是有了一个说法 叫做东方的精神文明 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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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决 是吧 什么什么等等 是吧 那么好了 那么 假如经济上 中国是 鸦片战争以前 历来是很强的 政治上又不专制 文化上当然 更是尽善尽美 是吧 那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中国人 是吧 晚清以来 对西方的那套 如此着迷呢 是吧 政治军事文化 政治经济文化 各个方面 好像都比人家强 是吧 但是 就那么奇怪 是吧 晚清以来 这个西方的东西 对中国的影响 如此之大 究竟是为什么呢 那么现在有些人讲啊 说其实啊 西方没有一样东西 是比中国行的 只有一样 就是西方人 比中国人野蛮 是吧 能打仗 是吧 西方人把中国打败了 是吧 于是这个 落后就要挨打 挨打就证明你落后 是吧 于是这个 谁能把我们打败 我们就学谁 是吧 有人说啊 中国人是中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 是吧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 就是弱肉强师 是吧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 谁强 就学谁 这里所谓的强 指的就是 军事上强 是吧 那么由于中国 被西方打败了 所以中国人 把自己的好的东西 都忘光了 是吧 就是只崇拜 那些拳头硬的人 是吧 于是就出现了 这个所谓的西化潮 真的是这样吗 是吧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 是吧 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 我刚才已经讲了 如果要讲打败 印度人难道不比我们败的惨吗 是吧 我们说中国 呃 后来成了所谓半殖民地社会 印度可是全殖民地社会 是吧 印度被 不但被打败 而且就直接被英国人统治了 那么长时间 是吧 印度怎么没有像中国那么西化呢 是吧 这加上 如果要说中国在历史上被打败 说实在的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纵向的比较 是吧 当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所谓的中国 到底是指的什么 是吧 如果说中国指的是 中原的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汉族王朝 那么这个王朝在历史上 说实在的 被打败不止一次 是吧 而且败得非常之惨的 是吧 比比有好多次 是吧 嗯 如果和历史上 汉族王朝被打败的 是吧 比如说 啊 那个那个西晋 是吧 五湖乱华以后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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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都沦陷了 是吧 逃到东南去 是吧 比如说南宋 是吧 当然更不用说 是吧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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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之计 是吧 满清入关 是吧 从山海关一直打到 是吧 一直打到 缅甸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啊 中国的很多王朝 是吧 大家知道很多中原王朝 就是被那个 遗敌所灭亡的 是吧 当然现在有些人说 这些遗敌 不算是外国人 是吧 因为现在他们都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了 所以那应该是所谓的 啊 呃 两兄弟打架 是吧 那如果按照这个说法 那就麻烦了 如果真的这样说的话 那岳飞怎么还能叫民族英雄呢 他不是分裂势力吗 是吧 他不是啊 什么的金物猪才是 那个那个那个 主张统一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是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麻烦了 所以我觉得实事求是的讲啊 我们还是应该承认 是吧 那个时候宋经就是敌对的国家 而宋就是打不过金 是吧 当然宋打不过金 他还能维持了半壁江山 到了后来蒙古人来了 连半壁江山都没有了 是吧 那个 明末清除 当然就更不用说了 是吧 那么 大家知道这个 当然现在有人说 是吧 说这个民不是被青打败的 而是被自己人打败的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崇祯皇帝上吊 是 是李志诚给逼的 是吧 因此有人说这个 这个这个 明清之际的一代不是蛮族征服 不是遗迪的征服 说实在的 这是清朝的说法 是吧 因为清朝入关以后啊 就不断地在宣传 说他们打进来是为明朝平乱 是吧 说明朝是亡于自己人之手 是吧 而且还说是叫做 历代德国之政 未有如我朝者 是吧 意思就是说 其他朝代都是 都是一个朝代灭了 另外一个朝代 只有清朝是 明朝自己给 不争气给弄亡了 然后他们来拯救 那个那个 那个明朝的汉人 是吧 因此现在也有人说 是吧 比如说 我以前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有人就说 是吧 说你讲的明不算 我想怎么能说不算呢 是吧 大家知道 虽然崇祯是死于李智诚之手 可是大家知道 在崇祯在景山上吊的时候 是吧 整个关内还是都是汉族人的地盘的 哪怕就是李智诚建立了一个新王朝 那也是个汉族王朝 是吧 你就说这个清不是 明不是清打败的 那李智诚的顺忠是清打败的吧 那不也同样是少数民族 那不同样也是遗敌打败了 那个那个汉人吗 是吧 再加上我们也知道 是吧 李智诚在北京只待了五十几天 很快他也土崩瓦解了 是吧 李智诚土崩瓦解了以后 中国南方绝大部分土地 仍然在民的统治下 是吧 就是所谓的南民 南民当时仍然拥有中国三分之二的土地 而且李智诚张献忠的余部 后来也归降南民了 后来又打了十几年 那就是明清之间的战争 是吧 不是什么清朝和流寇的战争 是吧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 是吧 大家知道这个南民败的是非常之惨了 立一个皇帝就被杀一个 立一个就被杀一个 最后南民的永利地 最后一个 一直逃到缅甸去 是吧 最好还被清军打到缅甸 把他引渡回来 在昆明被嚼死了 是吧 如果你要说败 这才叫做真正的被打败了 是吧 那么晚清中国所谓的被西方打败了 这怎么叫做被打败了呢 当然 如果从宏观历史的角度上讲 我们充其量只能说 是吧 中国在周边遭遇了一些失利 是吧 丢了一些边疆 是吧 丢了一些藩属国 是吧 当然遗迪也曾经两度打进过北京 是吧 一次就是那个 那个英法联军 是吧 打进来烧了圆明园 是吧 另外一次就是八国联军 是吧 可是很快这遗迪又走了嘛 是吧 不管有人说是基于中国人民 义和团的反抗也好 是吧 还有人说那个是 遗迪跑进来看中国文化如何 那么得 那么博大精神 马上就给吓走了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设服于中国的汉官威仪 是吧 不管是汉官威仪也好 老百姓的反抗也好 总而言之 是吧 他们都没有待下来嘛 是吧 我大清一直维持到 是吧 2011年的嘛 是吧 那个就叫做被打败了嘛 是吧 而且大家知道 中国人虽然 在对外反侵略的斗争中 受到了一些挫折 但是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 是吧 中国从来就没有放弃过 武装抵抗的 可是你看看明清之际的汉族人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 那个南明的抗清武装 最后两个代表性的人物 是吧 一个就是在西南捐持的李定国 一个就是在东南捐持的张黄炎 是吧 当时是张黄炎的在军事上的 的依靠者 是吧 当时就是东南西南这两块 可是后来他们都做了什么选择呢 是吧 大家知道李定国后来最后战败以后退到缅甸 他临死的时候给他儿子留下一个遗言 是吧 叫做宁死荒孝 宁死荒孝勿响也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就在缅甸当移民吧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投降满清 是吧 我们就不回去了 是吧 你可见李定国虽然他自己捐持民族气节 不愿意投降 但是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的打算 是吧 他其实就已经没有指望了 是吧 大家知道后来这些人就留在缅甸了 前几年缅甸刚刚发生的那个所谓的国感事件 是吧 那个国感汉人实际上就是 就是李定国的部下 是吧 何况说实在的李定国的儿子也没听他的话 是吧 李定国刚去世 他就投降清朝了 是吧 那个 这是李定国 张黄炎呢 大家知道张黄炎在南京附近战败以后啊 他也知道啊 这个不可能战胜 这个清朝 他把自己的军队就遣散了 是吧 然后他隐居到浙江沿海的一个岛 是吧 他当然张黄炎和李定国都是捐持 令死不详亲的 是吧 但是他们都已经放弃了军事上的抵抗 是吧 张黄炎后来把军队解散以后隐居起来 隐居起来 但是清朝还是找到了他 是吧 把他抓到杭州 要他 要他详亲 是吧 那么他不投降最后也被杀了 是吧 大家知道 现在杭州西湖边还有个张昌水墓 是吧 也是那个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 一个一个基地 是吧 也是一个 这个这个 捐持民族大义的 一个一个了不起的英雄 是吧 但是我们知道 无论是张黄炎 还是李定国 虽然他们仍然捐持着 汉民族的民族节气 是吧 不愿意臣服于满清 不愿意臣服于满清 但是在军事上 他们其实已经 是吧 已经没有信心在抵抗下去了 是吧 也不认为在军事上 他们会取得胜利 但是在 但是在满清的中国 中国人有落到这个田地吗 当然没有 是吧 中国人始终是捐持反侵略的 是吧 而且终于熬到了抗战 是吧 中国终于在对外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是吧 因此如果要讲被打败了 说实在的 历史上的 是吧 这个晋王朝 宋王朝 明王朝 那才是真正的被遗敌打败了 但是他们因为被打败了 就要去学遗敌吗 有过这种事吗 是吧 明朝败的那么惨 是吧 基本上就是拜着书的金光 是吧 书的底调 是吧 但是他们会认为满清比自己先进吗 是吧 明朝出现过 汉族人都学满文的热潮吗 明朝出现过 汉族人不相信儒教 却相信萨满教吗 是吧 没有的 是吧 恰恰相反 是吧 那个时候的汉族在军事上败的那么惨 但是在文化上仍然是充满了自信 是吧 大家看看那个黄中西王富之这些人 在清除的著作 是吧 他们总结明王的教训 不是说我们学习满足 学习的不够 而是说我们捐持孔孟之道 捐持的不够 是吧 尤其是黄中西的那个明一代访路 大家知道 是吧 按照他的说法 中国人现在堕落到这个地步 就是因为 孔孟之道从秦始皇以后就被抛弃了 是吧 中国人要复兴 就是要摆脱秦始皇那一套 是吧 恢复 那个那个那个 孔孟的那种传统 是吧 那个所谓的圣 那个那个那个 是吧 那个三代的 那种传统 是吧 他们怎么会 他们怎么没有 因为被打败 而去崇拜 打败了 他们的人呢 他们怎么不相信 所谓的落后就要挨打 是吧 什么什么挨打就证明了你落后 是吧 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没有这种想法呢 是吧 所以我说 这个 这个 中国因为挨了打 所以 才去学习西方 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是吧 这个 我们应该说 这个晚清的历史 和晚民的历史 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是吧 晚民的中国人 在军事上 抵抗一敌的信念 其实基本上已经荡然无存 是吧 当然我这样说 后来有一个人反驳说 怎么荡然无存呢 不是还有人主张 反清扶明吗 那当然有 是吧 中国几亿人 要找出几个反清扶明的 当然是可以 是吧 一直可以找到的 但是那有几个 是吧 能成气候吗 连李定国 是吧 连李定国张黄炎这样的人 在军事上都已经 是吧 都已经是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在军事上 他们其实都已经认输了 是吧 这个这个李定国 实际上就是主张移民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张黄炎 实际上也是主 也就是当隐士而已了 是吧 所谓的不识周术 是吧 所谓的博弈俗旗而已了 是吧 但是他们在文化上 他们的自信 从来没有动摇过 是吧 满清打败了我们 那能说明什么呢 那只能说明他们野蛮嘛 是吧 这个君子打不过流氓 那是常有的事 是吧 这能说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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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流氓比君子更进步吗 是吧 秀才遇见兵有力 讲不清嘛 无非就是这么回事嘛 是吧 可是 晚清为什么就不是这样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 啊 这个这个晚清 中国人对外反侵略 尤其是在军事上 是吧 抵抗外国的决心 从来没有消失过 是吧 但是在文化上 是吧 但是在很多方面 却觉得西方的确有很多东西 是吧 是比我们搞得好 是吧 那么这个现象是不能用 是吧 所谓的落后就挨打 来解释的 而且 我们可以看到 是吧 呃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三个阶段呢 当然 你可以找到这样的根据 是吧 可是相反的 一些材料也很多 是吧 现在我们的历史研究啊 已经证明 所谓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人就认识到西方的船间 泡利很厉害 呃 开始了器物上学习西方的 这个过程 这个说法其实是 非常不准确的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呃 鸦片战争 中国战败以后啊 当时的确有人 啊 注意到西方的船间泡利 但是这些人很少 甚至包括林哲徐 是吧 其实他总结战败的教训的时候 主要也不在于船间泡利 是吧 呃 那个时候中国人其实没有怎么把船间泡利放在眼里 是吧 呃 那鸦片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那鸦片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人总结战败的教训 其实有点像我们五十年代的那个说法 是吧 为什么打败了呢 那是因为错误的罢免了林哲徐 是吧 如果清皇朝仍然重用林哲徐 就不会打败 是吧 之所以打败了是因为齐善 是吧 是因为那个什么穆章 这些啊 这些人不行 是吧 如果换上林哲徐 那就肯定可以打赢 是吧 那么甚至还有人说 说中国打败了不是因为洋人能打仗 而是因为中国人中老百姓都是汉奸 是吧 说那个那个那个清朝 呃 那个那个不是 说那个英国 呃 英姨啊 呃 他们是其实是不能上岸的 是吧 按照他们的说法 说英国人呃 有些船在海面上还可以 但是一到岸上就不行 因为英国人的那个 呃 关节是呃 呃 弯不得的 是吧 英国人的那个腿是不会打弯的 所以走不动路 是吧 呃 一到岸上就不行了 但是后来他在路战中怎么也打败了我们呢 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刁民 是吧 呃 引那个呃 当了汉奸 呃 引了英国人去操了我们的后路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他们总结的教训都是这种教训 是吧 而且我们也知道鸦片战争很长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也没有建立起什么军火工业了 是吧 真正认识到西方船舰炮力的作用 实际上是在太平天国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呃 太平天国战争中啊 其实羊枪羊炮的厉害啊 主要还是在呃 呃 中国人引进那个呃呃呃 雇了一些洋人雇佣兵是吧 呃来打中国人是吧呃就是那个那个什么华尔啊 戈登啊这些人是吧呃用 羊枪羊炮来呃打长矛是吧发现那个啊发现羊羊羊炮来杀中国老百姓的确还是蛮管用的是吧然后才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是吧大家知道最早的洋务派都是从这里头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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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的是吧最早后来搞兵工厂的是吧包括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船是这帮人是吧当然了你也不能说只是在镇压鸦片呃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他们看到了这一点是吧呃当时那个呃这个英法联军呃在北方跟那个就是在我们北京附近是吧跟那个郑国林庆呃率领的那个八旗兵打了一仗是吧把八旗兵基本上打得传军覆没这个东西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因为那个满清呃呃他其实是呃不怎么看得起那个绿营兵的是吧因此在 在鸦片战争中啊他认为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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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个战争不是像以前想象的那样了 也就是说 实际上是到了1860年代以后 也就是鸦片战争过去20多年以后 所谓的西方船舰炮力 值得我们学习 才真正受到重视 中国才真正出现了所谓的洋务运动 所谓的中国人自己开始造洋枪洋炮 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 这之前长达20多年的时间 实际上中国人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太当一回事的 可是我后面已经讲到 就是在鸦片战争刚刚打过的40年代50年代 中国已经有了对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介绍 而且认为这种共和制度 哎呀是一种很人意的制度 是吧当然了这个所谓的人意啊什么什么 传世中国儒家的那种传统语言 是吧也就是说 中国人 放眼看世界的时候 他们 受到触动最大的 其实并不是什么军事制度 甚至可以说最早引起中国人的学习愿望的 也不是这些东西 是吧 这里我还要讲如果仅仅讲船间炮利 实际上所谓的船间炮利啊 也不是晚清才开始引起重视的 是吧 应该说鸦片战争以后啊 中国人的麻木不仁 已经超过了明代 是吧 明代就曾经有过一波引进西方船间炮利的热潮 是吧 大家知道那个晚明时代啊 西方的火器已经比 已经比中国先进 是吧 因此当时中国 战争的各方 是吧 不管是明朝也好 李志成也好 是吧 他们的那个火炮的铸造师都是从澳门请的 那个 那个 那个葡萄牙人 或者说是荷兰人 是吧 那个时候中国用的火炮叫做红衣 红衣大炮嘛 本来叫红衣大炮 所谓的红衣就是荷兰人 是吧 那么后来又被恶传叫做红衣大炮 是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是吧 不管是红衣还是红衣 是吧 基本上是引进的西方的火器 是吧 如果真的要讲 如果真的要讲 是吧 这个西方火器对中国的影响 那以前就已经有了 是吧 鸦片战争以后 头二十年 其实也并不见得就比明初 得到更多的重视 是吧 那么得到重视 其实是在洋务运动以后 是吧 那就已经是 又过了二十多年了 是吧 但是在这之前 其实 这个 主张学习西方的声音就已经相当 就已经出现 是吧 而这些出现的这个声音呢 我后面就要提到 是吧 他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讲的 是吧 那么这个时期 主张学习西方的是什么人呢 是吧 其实 不是什么别人 恰恰就是 最正宗的 中国文化的传人 也就是 当时的一些 儒家 我这里要讲的是 原教旨的儒家 是吧 也就是古典的儒家 是吧 大家知道 中国的儒家 不管孔孟 都是生活在 西州到秦 这一段 比较乱的 这个时代 是吧 这个儒家 他从他的起源开始 就具有一种 从州 求秦 的情绪 是吧 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 朱子北家 和这个 从西州 到秦的这个 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 有很大的关系 在这场变迁中 中国不同思想流派 都表了态 是吧 那么在朱子北家中 最反对秦治 最留恋周治 要求维护周治的 就是儒家 是吧 所谓的客己福利 是吧 所谓的新灭国 既爵士 举一鸣 所谓的捐持王道 反对霸道 是吧 大家知道 都是这个意思 而当时 是吧 最主张 抛弃周治 建设秦治的 是吧 是所谓的法家 是吧 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 都知道 文革时期 中国曾经搞过一场 披露 红法的运动 是吧 毛主席当时讲啊 说这个中国 如法斗争 延续了两千多年 是吧 当然毛泽东 他的立场是完全站在 秦始皇一边的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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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这个 北戴街行秦政志 是吧 这个这个 孔学民高 石匹康 是吧 这个这个 孔子是 要 他要把孔老二 扔进垃圾堆 是吧 秦始皇才是千古一帝 是吧 那么毛泽东是这样的一种立场 但是 很多的人尽管立场不是这个立场 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现象还是有的 也就是这个 是吧 这个周治和秦治的不同 儒家和法家的不同 是吧 当然了 你要说两千年来 一直在 这个东西一直是 啊 那个那个那个 搞得 这个这个争论一直搞得轰轰烈烈 这当然不是 啊 不是事实 是吧 事实上 到了秦统一以后啊 呃 这场争论 是吧 呃 就 已经不可能大张旗鼓地进行了 是吧 因为秦 一开始是焚书坑儒 是吧 就把这个北戴街争民给压下去了 是吧 那么到了 秦虽然灭亡了 是吧 那么到了 呃 那个汉武帝时代 是吧 一方面是汉秦秦治 另一方面又独尊儒术 是吧 那么汉秦秦治和独尊儒术的结果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制度上秦治一直延续到清 但是在 话语上 儒家那套话语又 占了优势 是吧 也就是说 呃 至少从汉武帝以后 中国人从话语上 从制度上否定儒家 或者从制度上否定法家 那个空间都已经很小 是吧 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和法家的直接交锋 已经不太看得到了 是吧 在语言上 在制度上大家都是儒家 在制度上大家都是法家 是吧 呃 那个那个相反的做法 是吧 在语言上 在话语上 公开反儒的 在制度上 公开反对秦治的 是吧 那个肯定是没有多少空间的 是吧 因此我们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把儒法斗争 啊 从那个表面层次上 是吧 呃 说他就是2000年来一直都没有停止过的 不过 这里我要讲 尽管在 那个汉武帝以后 中国人已经出现了一种儒表法理的状态 是吧 就是制度是法家那一套 但是说的是儒家的那一套 是吧 但是这个表理之间的冲突 虽然不可能大规模的进行 但是若隐若现 不觉如履 是吧 真正把儒家讲的那套 真当一回事 而不是只拿来做敲门砖的 那些人 对秦治 从来是有不满的 是吧 大家如果读过黄中西的明一代访路 就会有很深的印象 是吧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明一代访路是 那个接受西方影响之前 中国人抨击皇帝专制的 那个最激进的一部著作 是吧 里头讲的很多话 说实在的 在今天听起来都很激进 是吧 什么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 是吧 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说皇帝是万恶之冤 是吧 怎么怎么 这个激进的话讲了很多 是吧 可是你看他 他批评皇帝制度 那么他主张什么呢 是吧 你看他主张的那一套 基本上都是孔孟时代 希望恢复的那些州制 是吧 就是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三代的 啊 那些制度 是吧 包括什么景田制啊 是吧 什么封建制啊 我这里讲的封建不是指 不是指我们那个 马克思主义讲的封建 地主经济 那个意义上的封 就是指那个 那个西州的那个 封邦建国 是吧 封建诸侯 是吧 是指的那种东西 是吧 因此我们可以说 尽管所谓的 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 这个说法 有点夸大其词 是吧 尽管 汉武帝以后 是吧 制度上 法家独尊 话语上 是吧 儒家独尊 是吧 好像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议 但是这个表里之间的冲突 其实一直若隐若现 不觉如虑 而且 只要有适当的机会 就会 就会重新爆出来 那么在晚清这种状态下 当然也有很多 不满腹 情治的 不满法家的那套的 他们是要求变革的 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就是我讲的原教旨的儒家 是吧 或者说古典的儒家 是吧 就是不是拿儒家的那套作为混一个官 敲门砖 而是真的把它作为一个理想主义 大家知道 传统儒家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 就是不满现实 是吧 凡是歌功颂德的人 我认为 凡是对现实歌功颂德的人 我认为都不可能是儒家 是吧 因为大家知道 当年呢 武士的时候反儒家的人 包括毛主席 就给儒家扣了一顶帽子 说儒家是主张伏辟倒退的 是吧 是主张开历史倒车的 是吧 是主张金不如锡的 是吧 这个话没有说错 是吧 儒家就是对现实不满的 是吧 按照儒家的说法 三代是理想时代 以后就一代不如一代 是吧 这个人心不古 事风日下 是吧 历史是倒退着走的 是吧 这一直到诸锡都是这样说的 是吧 那个 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人说 是吧 说儒家是代表着 社会的良知 代表着知识分子的 社会批判意识 是吧 像那个 钱穆先生 是吧 像钱穆先生后来的大弟子 是吧 现在在美国的余英石先生 是吧 他就是 非常高度的评价 儒家的这种特征 是吧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 你可以对他的评价有不同 其实他指的事是一样的事 是吧 也就是说 儒家就是主张金不如稀的 是吧 你可以把这个金不如稀 贬义的说 那是要主张伏辟倒退 你也可以褒义的说 是吧 这个金不如稀是一种 是一种 社会批判良知 是吧 是代表着那个 那个 知识界的良心 是吧 或者甚至是中国的良心 是吧 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的 是吧 那么你不管是把它作为 批判的良心 还是把它作为金不如稀 有一点都是一样的 他针对的事实是一样的 是吧 那就是一般都是说 现在不行 是吧 当然 这个话要说回来 是吧 历史上啊 很多的改革 都是所谓的 以退为进的 是吧 很多的所谓的 历史的进步 都是由那些 鼓吹金不如稀的人 来推动的 是吧 不仅中国是这样 西方其实也是这样 是吧 大家知道所谓的文艺复兴 就是一个典型 是吧 文艺复兴是一种什么主张啊 就是说当时什么都不行 希腊罗马 实在有多好多好 是吧 我们要恢复希腊罗马 是吧 结果他真正恢复的是 希腊罗马吗 当然不是 是吧 真正搞起来的 就是一个现代化 就是一个近代化 是吧 大家可能也知道 文艺复兴这个词啊 我觉得本身就翻译错了 是吧 因为 如果一讲文艺复兴 给人的印象 就是好像只是 事关文艺的 其实那个文艺复兴 和文艺 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是吧 这个词本身就是 复兴的意思 或者说 干脆就是 复古的意思 是吧 要复什么古呢 什么古他都想复 是吧 他认为希腊罗马 什么都好 科学 法律 什么等等 等等 是吧 那根本就不是 我们现在一讲文艺复兴 就是什么大分歧 画的什么画 是吧 那个时候讲的文艺复兴 可不仅仅是画画的问题 是吧 那么 晚清其实也有这样的现象 是吧 可是我们知道 在明代以前啊 对秦治 是吧 对法家不满的 牢骚 虽然很多 但是实际上 你是找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 是吧 因为 呃 说实在的 春秋战国这几百年啊 其实就是 秦治 战胜 周治的一个过程 是吧 春秋战国这 几百年 总的来讲 就是所有的国家在 学习秦治 抛弃 抛弃周治 或者说在 礼坏 乐崩 是吧 这个方面展开比赛 是吧 谁抛弃的越彻底 谁越 满横 谁就 能赢 是吧 当时 所有的 关中六国 所有的 呃 战国弃雄 都在不同程度的 这样做 但是 做的最极端的就是秦 是吧 那么秦做的最极端 他就最后 就能打败所有的人 是吧 那么你再说秦 怎么如何无道了 怎么如何 呃呃呃呃 不仁义了 是吧 怎么报秦了 人家拳头比你硬啊 是吧 你就拿他没辙 是吧 可是 可是到了晚清 情况就不一样了 是吧 人们看到一个 是吧 能够打得败秦制的 这么一个力量 是吧 于是这些 是吧 中国社会中 这种反对秦制的 这种潜在的文化基因 是吧 这些文化基因 实事求是的这样 在西方的这些东西 传到中国以前 主要来自原教制的儒家 是吧 主要来自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周勤之际的古典儒家 是吧 呃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时候中国人既不懂自由主义 也不懂社会主义 是吧 呃 那个 中国人对专制的不满 从哪里来呢 当然就是从 是吧 当然就是从 那些东西里头来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 晚清时代的中国人 学习西方 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 道德色彩 是吧 不是从什么 船间泡利开始 是吧 那么最早 主张学习西方的人 都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 他们 学习西方 主要是追求一种 道德理想 是吧 这个道德理想 实际上是 在古儒的三代 这个观念 上的理想 是吧 古儒说 啊 那个孔孟时代的儒家说 夏商周最好 是吧 呃 当然了 说是夏商周最好 其实孔子自己就讲过 其实他讲的就是西周 是吧 因为夏商 呃 在 即使在孔子那个时代 已经就很久远了 是吧 孔子自己也蛮实事求是的 是吧 说这个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夏隐都是文献不足争议 是吧 呃 但是西周 那还是他知道的 是吧 所以什么都是周公的好 是吧 呃 这个是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连孔子临死的时候 说自己不行了 也说是 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他是非常同舟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呢 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追求道德理想 是吧 他们看到西方就觉得 哎呦 西方就是像三代那样 是吧 就像传说中的 呃 所谓三代那样 而中国从秦汉以后 是吧 就就被 呃 法家的那一套给 给给给搞坏了 是吧 这个所谓追求道德理想 带有古如三代色彩的理想 是学习的 主要动力 至于富国强兵 在这些人看来 只是次要的 或者是顺带的东西 是吧 我后面就要提到 他们明确的讲过 是吧 富国强兵 是要到道德的 这个前提下才有意义的 是吧 否则你富国强兵 你你你你你富起来 强起来的是一个强盗之国 那有什么意义呢 是吧 第二 他们普遍从那个 反法自如的价值观出发 是吧 当时他们面对中国的现实 最反感的就是 所谓的情政群学 是吧 就是秦始皇建立起来的 那一套专制制度 是吧 那么 他们带着对秦制的不满 去看西方 就觉得西方就像是三代盛世 是吧 因此那个时候这些人呢 并不觉得西学和儒学有什么矛盾 是吧 把西学和儒学对立起来 那是五世前后的事情 是吧 那个时代这些人 不仅不认为西学是 妨碍儒学的 恰恰相反 这些人恰恰认为 学习西方的那套制度 才能够挽救儒学 才能够把儒学从 秦制的 压制下解放出来 是吧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 从秦始皇以后 孔孟之道就被 就被毁了 是吧 那么现在 我们要复兴 孔孟之道 是吧 就是要把秦制的压迫给 给解决 怎么解决呢 是吧 那就是民主共和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是吧 这套东西 按照他们的说法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啊 我们的三代就是这样的 是吧 第三 与上面两者相应 那个时候很多 学习的人 你会发现呢 非常有意思 我们都知道一句话 呃 这个戊序的时候啊 张之动有一个说法 叫做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是吧 我们都认为 那是因为张之动 那个时代人还比较落后 是吧 到了五四时代 这句话就已经被 基本上被否定掉了 是吧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是一个比较落后的说法 可是大家知道 我后面要介绍的这些人 他们是张之动 他们是张之动的前辈 他们都生活在张之动 以前几十年 可是他们强调的 恰恰是要学习体 是吧 学习本 然后才是学习用 学习末 是吧 也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在张之动之前 但是他们学习西方的热情 似乎比张之动还要更高 是吧 而且明着讲 是吧 船间泡利 那只不过是细枝末节 是吧 不但船间泡利 是细枝末节 甚至我们现在 认为西方 大家知道以前呢 有些人认为西方 最重要值得学的就是它的军事 现在我们当然不是这样了 现在我们认为西方最值得学的是市场经济 是吧 公司啊 怎么做买卖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现在在政治上 绝对是抵制西方那一套 但是在经济上 是吧 那个那个 所谓的市场经济改革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全篇西化吗 是吧 但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这的确是儒家的 你要说是偏见 也可以这样说 是吧 当时这些人还真的不怎么看得起市场经济 是吧 这些人认为 船间泡利是末 连市场经济也是末 是吧 大家知道传统儒家 本身就是比较重农 清商的 是吧 认为农是本 商是末 是吧 因此西方人会做生意 在他们看来也不是最重要的 是吧 这也不是最需要学习的 那么最需要学习的是什么呢 在他们看来 就是西洋的政教 是吧 政就是政治体制 民主共和教 就是思想 是吧 他们说啊 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是吧 不仅船间泡利 连商骨之术也被视为末 这当然是带有儒家的那种 传统的色彩 而西洋的所谓政教 是吧 西洋的政教好在什么地方呢 据说可以好在能够实现军民一体 上下一心 推举之法 天下为公 是吧 儒家不是讲天下为公吗 是吧 儒家说秦以后就是 加天下了 是吧 那什么叫做天下为公呢 哎呦 他们一看 哇 你看他们那些国家 是吧 呃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都是领导人都是选出来的 是吧 都是代表大家的 那就是天下为公 是吧 大家知道后来 孙中山还把这个东西写成了一个条幅 是吧 很多人那里都可以看到这个条幅 是吧 什么军民一体 上下一心 推举之法 天下为公 大家不要 不要以为只有到了孙中山时代 才讲西方是天下为公 是吧 早在洋务运动兴起以前 很多人就就有这个说法了 是吧 那么第四 这些人 他们在学习西方的同时 当然也要弘扬中国本土的传统 用今天中国的话讲 叫做中国总是要有一些资源 和我们从西方学到的东西来接轨的 是吧 那么西方的东西 如果要在中国这个土壤上 生根 当然中国要有一些与之 接轨的东西 那么这个接轨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回归古辱 拒绝法佛 是吧 拒绝法家那一套 是吧 甚至有人提出要拒绝佛教 是吧 而在儒家的道统之中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 随着那个法家的德势 随着秦制的德势 到了战国期间呢 儒家发生了分化 是吧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所谓的儒分为八 其中有一部分儒家 就逐渐逐渐法家化了 是吧 比如最有名的就是荀子 荀子这个人呢 在思想界是有不同的 那个那个 定位的 是吧 有的人说荀子干脆就不能算是儒家 是吧 他就应该算法家 有的人说荀子还算是半儒半法 是吧 有的人说荀子基本上还是属于儒家 但是已经有了法家的色彩 那不管怎么说吧 是吧 到了战国时期 儒家有了很多流派 其中带有法家色彩的 也就是后来毛主席很称赞的 是吧 大家知道荀子的两大弟子 后来都是 那个秦始皇的 那个那个很重要的 那个那个那个大臣和思想 精神领袖 是吧 一个韩非一个理事 那都是 那都是荀子的学生 是吧 毛主席也非常之称赞这几个人 但是当时这些人 骂这个人 骂的 骂这几个人 骂的是最厉害的 是吧 他们认为在儒家后来的各自中 是吧 孟子是 需要传承的 而荀子 那根本就不是人 在他们看来 那就是一般 那就是完全就是个拍马屁的 是吧 就就就就就就 是吧 被骂得一塌糊涂 是吧 那个 这些人 对孟 对荀子的评价 说实在的 和后来毛泽东 对荀子的评价 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 是吧 那么第四 是吧 这些人呢 他们带着儒家的观照 带着否定情志的 这种目的去看西方 当然他们对西方当时的 看法不是非常深的 是吧 因为这些人中 真正懂外语的人 也没有几个 是吧 那么那个时候 他们观察西方 当然不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是吧 那么他们看到的西方 其实主要强调的是什么 民主共和天下围攻 这一类的东西 是吧 而对我们今天有些人强调的 是吧 西方自由主义文明 现在有人说 最核心的一点 是所谓的 对个性和个人权利的强调 是吧 而这个个性和个人权利的强调啊 当时的这些人 真的是没有怎么注意到的 是吧 他们注意到的都是什么 民主共和天下围攻 这一类的事 是吧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正是这些人在 没有重视 个性和个人主义的 这个前提下 他们对当时的情志 展开了猛烈的冲击 可是到了五四时期 是吧 个性解放成为一个强大的潮流 可是在那个时候 西学导师和情志 开始逐渐逐渐 变得似乎相容了 是吧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我后面 还会提到这一点 是吧 那么我们 我们姑且看一下 当时他们这些人 当时是怎么说的 是吧 当时这些人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是认为 中国文化当然是博大精深 历史悠久 是吧 非常光明灿烂 但是 最光明灿烂的时代 是三代 是吧 这个当然也不是他们的发明 孔孟就是这样说的 是吧 那么三代以后就 就人心不古 四风日下 大家知道 以前那个反儒的人呢 包括鲁迅先生 大家知道 他是骂儒家 骂得很厉害的 那么鲁迅先生 为了挖苦儒家 创造了一个 小说 一个文艺典型 叫做九斤老太 是吧 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九斤老太是 认为现在什么都不如以前 是吧 连那个孩子 生出来的婴儿 都比以前要轻了 是吧 按照他的说法 说是 我们以前呢 那个孩子一生出来 有九斤重 现在呢 孩子生出来 只有八斤 七斤 甚至只有六斤了 证明这个 现在是什么都不行 是吧 那么这个当然是一个挖苦的说法了 是吧 但是传统儒家的确有这个历史倒退的这种观念 是吧 倒也真的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有些人就说啊 像那个中国当时第一个派到英国 派到欧洲去的大使 郭松涛 是吧 他在七十年代就讲了一番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啊 三代的时候 的确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是吧 独中国有教化 他说但是自汉以来 中国的教化日益微灭 啊 就越来越不行了 是吧 而政教风俗 大家请注意 他讲的是政教风俗 他并没有讲什么船间泡利 是吧 而政教风俗 欧洲各国乃独善其胜 其是中国 亦由三代圣使之 是以敌 是吧 也就是说啊 现在中国已经越来越不行了 是吧 就是由于 那个秦制的那一套 是吧 倒是西方把这一套结过去 是吧 现在西方成了三代了 而西方人看我们 就像三代时代的中国人看以敌一样 是吧 我们成了以敌了 是吧 那么这是 郭松涛的说法 是吧 在郭松涛之前二十多年 是吧 1844年 就鸦片战争刚刚停火的时候 是吧 当时的徐继瑜就说啊 说三代的这些东西在中国都已经没有了 但是在美国还有 是吧 我后面就要提到 其实他这个说法也非常有意思 因为大家知道 在1844年的时候 美国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强国 是吧 美国呢 尤其是在军事上强大起来 那其实是到了 19世纪后期 才强大起来 而且那个时候美国也没有跟中国打过仗 是吧 如果说是什么 落后就要挨打 是吧 那个时候中国也不是爱美国的打 是吧 但是他就对美国特别感兴趣 是吧 他说美国那一套 说华盛顿有那么大的功劳 但他不当皇帝 是吧 还是让大家选举领导人 这是什么 是吧 这就是推举自法 给予天下为公 庆庆乎得三代之遗言 是吧 就说这是啥 这就是三代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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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的文明 是吧 那么后来有一个洋务运动的前区 叫做薛福成 是吧 薛福成也讲过这一类的话 他说啊 中国在三代的时候 唐语以前 远古的时候就是民主社会 是吧 说那个时候啊 谁的道德高尚 老百姓就把它选为 那个 就把它选为领导人 是吧 这个这个 呃 有有有道德的人 老百姓就选他们当诸侯 诸侯中道德最高的那个人 就被选为天子 这就是现在的民主 是吧 但是到了秦始皇就不行了 秦始皇那个时代就是谁的拳头硬 谁就可以 是吧 就所谓的 力争经营而得天下 由是君权义重 秦汉以后 则全乎为君主义 是吧 他说啊 夏商周三代啊 就像我们那个孟子讲的那样 那是民为贵 设计赤字 君为亲 是吧 他说但是我们中国已经不是这样了 是吧 那么 英国人由于捐持 啊 那个那个西方人由于捐持 民为贵 呃 君为亲 是吧 所以他们能够 所以他们能够呃 那么强大 是吧 我们现在不行 就是因为这个 是吧 那么最极端的就是 就是那个 到了戊戌时代的谭词彤 是吧 谭词彤说啊 呃 他也是这个逻辑 他说中国在三代的时候是非常之伟大的 是吧 那么后来由于秦始皇啊 呃 由于那个法家的那一套 搞得中国越来越不行 是吧 呃 军事上可能是呃 越来越呃 呃 那个那个那个厉害 是吧 但是文化道德是越来越堕落 是吧 呃 他说啊 呃 这个秦以来两千多年了 中国已经由三代之文化降额 今日之土藩也瞒着 是吧 说中国现在已经变成吐司了 是吧 那个三代的时候的中国人才是真正的 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文明 是吧 他说现在这个中国已经 呃 呃 已经啊 在秦制下已经逐渐逐渐变成 呃 土藩野蛮 他说如果中国再不再不改变 原则这个趋势继续走 是吧 那么 甚至中国人将来会退化成猴子 是吧 会退化成什么什么 那就啊 不得了了 是吧 所以中国必须改变 那么按照 他们这些人的看法 是吧 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就是他们谈到西方的时候 总是要和西方 总是要把西方和中国的三代做比 是吧 说西方就像中国的三代 可是到了五四以后啊 情况就不一样了 是吧 五四的时候 当然 那个时候 很多人也说中国现在不行 但是他们会说中国以前怎么行呢 他们经常 五四时代经常有人说 秦皇汉武的时代 中国如何如何行 是吧 说商鞅变法如何如何伟大 是吧 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的历史教科书中 是吧 我们现在历史教科书还是说 商鞅变法如何伟大 秦皇汉武如何伟大 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不是这样说的 是吧 那个时代的人们说的是 三代如何如何伟大 秦皇汉武如何如何不行 尤其是法家像商鞅那样 那当然那就是头号大坏蛋 导致中国衰落的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罪魁祸首了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 是吧 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 是吧 这个中国的礼崩乐坏 不是吸血引进的结果 而是三代以后 暴秦以来 是吧 这个法家专制制度 长期造成的 是吧 因此谭词冬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 两千年来执政 秦政也 皆大道也 是吧 三代的中国非常之伟大 但是三代以后 是吧 中国的政治就成了强盗政治 是吧 两千年来执政 秦政也 皆大道也 两千年来执学 秦学也 皆相怨也 是吧 呃 这句话是骂秦子的 是吧 我们前面讲过 秦子 是一个如法之间的 过渡性人物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 如果按照 谭词同的说法 秦子就是一个所谓的相怨 什么叫相怨呢 大家如果读过孟子 就会知道 是吧 孟子在好几个地方 都在骂相怨 是吧 那么当时的儒家 有一个 有一个对立的概念 叫做相生和相怨 是吧 这个相生是什么人呢 相生就是 就是士大夫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古汉语中的相生 和我们后来讲的 是吧 我们后来土改的时候 说那个相生 是吧 就是土豪略生 特点就是有土地 是吧 那么以前的人 并不是这么讲的 这个相生的身 其实本来是特指一种服装 是吧 这种服装就是 那个儒生穿的服装 是吧 那么这科举实在是要有 经过考试 是吧 有公民 你才能够穿的 是吧 我想有点类似于 我们今天的那种 什么学士 硕士博士的那种 那种服装 是吧 讲的简单一点 是指的 那个 那个 儒生 或者说文化人 是吧 而相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是什么呢 相生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以维护道统 为 自己的责任 是吧 呃 他在道统上 是独立的 是吧 他们是 可以面对权力 坚持自己道统的 是吧 用这个古代儒家的话讲 叫做从道不从君 是吧 就是我可以不服从皇帝 但是我必须捍卫道统 是吧 有自己的原则的 但是另外一些人 就叫做相怨 什么叫做相怨呢 相怨的特点是 墙头草 两面倒 上面左 他也左 上面右 他也右 是吧 屈原覆势 是吧 完全没有自己的立场 用我们今天的话讲 就是 御用门人 是吧 那么如果按照 那个 谭慈彤的说法 啊 那个 孟子 骂相怨 骂的是很厉害的 是吧 大家看看孟子就知道 是吧 如果按照 谭慈彤的说法 荀子就开了 相怨的大门 是吧 呃 自从荀子以后 中国的知识界就堕落了 是吧 都成了 相怨了 是吧 就2000年来 这学 荀学也 接相怨也 是吧 呃 谭慈彤后来还说过一句 更极端的话 他说 啊 发展到今天 他说这个孔孟之道 啊 这个这个 这个已经陷入灭顶之灾 是吧 他说 群四万万之相怨 以为国 圣教安得不亡 是吧 这个这个 中国现在变成一个四万万相怨的国家 说那个孔孟之道还怎么捐持啊 是吧 所以如果要捐持孔孟之道 那就一定要改变秦制 是吧 否则的话 孔孟之道没有希望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观念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了 其实啊 他也不是晚清才有的 是吧 像黄中西啊 像 在早以前呢 一些呢 对现实不满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自从有了科举制度以后 很多人读书是为了做官的 是吧 就是所谓的敲门砖 那么当然你读书 如果是为了做官 你当然这种话 你就不太好讲了 因为你讲了这些话 你可能就做不成官了 是吧 但是假如你读书 不是为了做官 那么 历代都还有人讲这种话的 是吧 所谓的隐士 所谓的那种 但是 是吧 但是这个 是吧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 像孔子当年就曾经说过 说道不行 臣服服于海 是吧 这个这个 哎呀 这个现在这个世道是已经完全是堕落了 是吧 我实在没办法 我就坐船去当移民算了 是吧 那个那个那个 是吧 朱熹也曾经讲过 朱熹说像我们主张的那一套 从来没有实现过 是吧 姚舜之道 未尝一日的行于天地 之间 是吧 这个这个现实都是很很 现实都是很邪恶的 是吧 我们的理想 是吧 找不到实现的道路 是吧 但是到了晚清 他们找到了一个人意的来源 那就是西方 是吧 徐济瑜的说法叫做推举之法 给予天下为公 亲信互得三代之一 总而言之 这些人的 对西方的一个总体的观感就是 西方比我大清 更仁义 不过这里我要讲明白 这里讲的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 当然是排除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是吧 西方当时正在侵略中国 爱国的中国人正在反侵略 这些人也不例外 这些人在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方面 是吧 在抵抗西方人 在利益上 在军事上 对我们的损害方面 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 是吧 但是 所谓西方比我大清更仁义 指的是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 指的是 内部制度的比较 讲的简单点 西方国家对他们的人民 要比大清 对我们的人民 要仁义的太多了 是吧 这是铁的事实 是吧 不是说西方人对我们有多仁义 但是西方人至少对他们的人民很仁义 是吧 而我大清首先就不把我们大清人当人看待 是吧 这是他们看到这个情况以后 是吧 第一个感觉 是吧 因此你就会发现 这些人呢 他们当时议论起西方啊 其实往往 经常议论的不是西方的 那个军火有多么厉害 是吧 也不是西方的那个工业有多么发达 是吧 甚至不是西方人 多么会做生意 是吧 他们经常讲的是什么呢 美探陷西洋国正民风之美 是吧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人是武士先进青年 是吧 这些人都是老东风啊 是吧 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的 而且西方的东西基本上没怎么看过的人 是吧 那么这些人是吧 一谈起西方 就是美探陷西洋国正民风之美 是吧 那个鸦片战争以后不久 有一个叫做王涛的人 是吧 王涛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这个人曾经投靠过太平天国 是吧 后来不受重用 他又走了 是吧 大致上他就是个1850年代的人 是吧 也是洋务运动以前的人 他 当然他对西方是有所了解的 因为他在香港待过 是吧 那他就有 几句话 非常有意思 他说 西洋以礼义为教 以仁义为基 以教化德哲为本 是吧 这里我要讲 当然 这不是说西方人对外国人是这样 是吧 但是西方人对自己人 那当然就是这样 是吧 这个所谓的礼义仁义教化德哲 说实在的 如果我们今天去说 可能就不会这样说 我们今天可能用一些具体的 那个名词 比如说什么民主啊 共和啊 人权啊 法治啊 但是那些实在的中国人都不懂这些名词 是吧 他们反正就懂得 是吧 那些国家比我们讲理 是吧 所谓讲理是在他们自己人中间比较讲理 是吧 当然 并不是说他们 他们他们对外如何如何 是吧 我们这个国家就不讲理的 是吧 就是这种印象 是吧 所谓的不讲理是指对自己人不讲理 是吧 那么 但是这些人 他们真正去过西方 西方的人啊 有这样的印象 那么他们给别人讲的时候 当时没有 对西方完全没有印象的人 其实是有点半信半疑的 是吧 比如这个 薛福成啊 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就提到 他说西 郭云仙美探现西洋国正民风之美 予以烧鸭其言之过大 是吧 他说这个 呃 郭云仙就是郭松涛 是吧 他是我国第一个 诸外大使 是吧 那么他经常 呃 跟呃 在呃 呃 私下聊天的时候 经常呃 呃 探现西洋国正民风之美 当时薛福成 还没有到过 呃 欧洲 是吧 他听了以后半信半疑 啊 觉得这个啊 这个这个 这个郭松涛可能有点言过其实吧 是吧 然后他又问了另外两个人 非常有意思 这两个人是谁呢 陈立秋中臣 离存摘观察 是吧 呃 中国古人呢 写文章比较呃 用 喜欢用典故 是吧 所有的观弦都不是用的现在的称呼 而是用的古代的称呼 是吧 这个 这个中臣呃 就是巡抚 是吧 呃 相当于巡抚这样的人 呃 在唐代被认为是于始终臣 是吧 所以才要讲 呃 终臣 那么 呃 这个省一级以下的 是吧 那个道远 是吧 这个这个府 府和省之间的一个地方官叫做道远 是吧 在唐代叫做观察使 是吧 因此他说离存摘观察指的就是 啊 一个道远 是吧 那么陈立秋中臣和离存摘观察 这两个人据说都是 出使过西洋的 是吧 然后这个 薛福成就问这两个人啊 皆为其说不污 是吧 也就是这两个人就说 哎 的确是像呃 郭松涛讲的那样 是吧 他说我们都去过 我们也知道 是吧 可是最有意思的是 啊 后来薛福成又去了 他自己去了 是吧 然后他说 哎呦 果然我才知道了 是吧 他说此次来欧洲 由巴黎和伦敦 死信四郎之说 当于意愿学堂 监狱 意愿争知 是吧 然后他就讲了一大通 他在 他在西方看到的这个情况 这里我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陈立秋忠臣 黎存摘观察是谁呢 是吧 这个黎存摘观察比较容易查到 因为当时的这些人啊 他们尊称都是称字号的 不称名的 是吧 但是现在有很多资料可以查到 清代的那些名人的那个字号 是吧 那么你一查就可以查到 那个黎存摘观察是黎素昌 是吧 当年他曾是 曾经是中国的第一个驻日本的公司 是吧 也是洋务运动中的一个人 他当时是道员 道员就是观察了 是吧 那么是吧 我们现在称省委书记 大概也可以叫做忠臣吧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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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委书记大概就是观察 是吧 但我们现在当然没这个习惯了 是吧 但是更有意思的是 这个陈立秋忠臣 是吧 这个问题啊 我曾经犯过一个错误 因为你从那个字典上 你你从工具书上 一查就可以查到 陈立秋忠臣是是谁呢 就是当时中国驻美国的一个使节 就是那个就是陈南宾 是吧 可是当时我都不相信这个陈立秋是陈南宾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陈陈南宾从来没有当过巡抚 是吧 那么没有当过巡抚 为什么叫做忠臣呢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第二更重要的是 陈南宾在以往我们在史料中看到的形象是一个非常顽固的人 是吧 是一个非常反对西化 坚持 那个中国 要坚持要抵制西化的 是吧 我们知道这个陈南宾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件事情 就是破坏了那个刘美幼童是吧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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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是吧 大家知道呃1870年代呃中国向外国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 就是到美国去留学的是吧 后来有什么唐少依啊 张天佑啊那些那些人都是这一帮人 是吧 那么当时中国在美国呃派出了公使 是吧 这个公使就是陈南宾 是吧 所以呃 这个薛福成为什么要问呃呃呃 陈立秋忠诚呢 就是因为他去过 是吧 呃 陈南宾当时是中国驻美的正史 父使是谁呢 父使是荣宏 是吧 荣宏也是洋务运动中一个很有名的人 是吧 那么荣宏本人 他就是在美国待过的 是美国的华人 也是中国第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呃毕业生 是吧 那么荣宏极力鼓动呃 中国派人到美国去留学 促成了这件事 可是 当时中国非常有意思啊 中国派驻国外的这个使团啊 往往正使和父使 要找两个关系很坏的人去当 是吧 呃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希望这两个人互相呃监督 是吧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欧洲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是吧 那么这个陈南宾和荣宏的关系 也是非常坏的 是吧 然后陈南宾到了美国以后 就不断打荣宏的小报告 说荣宏崇洋媚外 是吧 说荣宏帮助美国人搞和平演变 是吧 说荣宏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是吧 等等等等 这当然都是我翻译成现在的语言 是吧 总而言之 他说 总而言之 他说那个 那个派留学生到美国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极其腐朽的地方 是吧 是相风 独物蔓延是吧 最后这帮留美学生还没有毕业就给招回来了 是吧 被认为是那个 那个清代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现代化过 静态化过程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挫折 那么由于陈南宾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是吧 因此 说实在的 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不敢相信 是吧 我当时就觉得 我说如果陈南宾是这样 他怎么会说 他怎么会附和那个郭松涛说的 是吧 美探陷西洋国正民风之美呢 是吧 后来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曾经问过 那个 现在上海已故的王元化先生 是吧 王元化先生是 对晚清思想史是有很深的研究的 后来王元化告诉我 他说那个 清朝的人啊 那个字号 是经常是从明的 是吧 他说他 他觉得这个陈立球 不应该是陈南宾 是吧 而应该是陈宝珍 是吧 可能大家知道陈宝珍是 就是陈英雀先生的 呃 祖父 那是 呃 户序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是 当时清朝巡抚中 最思想最开明的一个人 是吧 也是维新派的一个代表 呃 在地方上的一个代表 那么为什么他说 呃 应该是呃 陈宝珍呢 他说第一 陈宝珍跟郭松涛 私人关系就很好 是吧 这两个人是老乡 是吧 经常来往 是吧 因此呃 而且陈宝珍当过巡抚 是吧 陈南宾就没有 这到现在为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称 那个陈南宾为 为忠臣 是吧 如果称陈宝珍为忠臣 是比较自然的 因为陈宝珍就是 呃 当过巡抚的 是吧 那么后来我也真的就相信了 而且大家知道 那个 那个陈宝珍先生 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提到 是吧 说这个陈宝珍受 呃 受郭松涛的影响很深 后来他户序变法的时候的表现 如果按照陈宝珍先生的回忆录的话 呃 说陈宝珍与其说是受康有为的影响 不如说主要是受郭松涛的影响 是吧 那既然是这样 那么呃 王永远华先生又说 呃 当时的呃 清朝的人那些文人往往有好几个字号 是吧 那么因此也可能是的 也也可能是他有其他的字号 可是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 是吧 呃 实际上已经证明这个陈陈丽丘就是陈南宾 而不是陈宝珍 是吧 因为很多其他的材料又提到啊 这个这个包括包括薛福成在其他著作中 也不断地提到这个这个这个呃 这个陈丽丘 而且明确提到陈丽丘忠诚在美国游历如何如何 是吧 在美在美国当公司 那么因此就可以肯定 这个陈丽丘显然就是指的陈宝珍 而不是呃 就是指的陈南宾 是吧 那么这么一来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陈南宾这个人在私下跟人聊天的时候 也是探陷西洋国正民风之美 可是在朝堂上他讲的完全是结论相反的那个话 是吧 在朝堂上他讲 哇 美国是一个非常邪恶的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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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资本主义腐朽之地 是吧 中国人一到那里就学坏了 是吧 然后他在私下又说 哎呦 美国的这么国正民风如何美 是吧 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中国人呢 是很有意思的 是吧 一方面 实际上内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是吧 但是为了啊 我想大概很容易理解嘛 就像现在的很多人 是吧 一方面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到那边去 是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里就老讲那些反和平演变的话 是吧 像这样的这个 这些人 那个那个那个 应该说是故意有之了 是吧 但是 实事求是的讲 在当时的正式的场合 这么讲的人是比较少的 是吧 因为这么讲 当时是比较忌讳的 是吧 因此啊 呃 人们就发 你就会发现 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啊 他们私下对西方的印象 和他们在官方场合上讲的那个话 是吧 形成的对比是非常鲜明的 是吧 那么我刚才提到的薛福成 黎素昌 和陈南斌 这都是啊 呃 道过西方的人 是吧 薛福成和黎素昌 是中国藩主要的几个弟子之一 是吧 叫做中门市弟子 是吧 这个薛福成和黎素昌 就是其中的两个 是吧 那么其他的一些没有道过西方的人 又是怎么 怎么想的呢 是吧 或者说这些人也不一定是文人 啊 他们呃 能够得到一些关于西方的信息 但是他们并不是思想家 是吧 他们同时也是官员 那么他们是怎么想的呢 这这方面 我们可以啊 以这个李鸿章的副手 是吧 李鸿章大家知道 他是怀军的呃 创始人 那么李鸿章创办怀军的时候的啊 那个第一个副手 就是啊 张树生 是吧 张树生是李鸿章的同乡 是吧 呃 他一起搞怀军起来的 是吧 但是张树生这个人名气不大 是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是吧 他也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 但是这个人 是一个官场的老游子 是吧 长期以来一直当官 而且官当的很大 是吧 他曾经当过江苏巡抚 当过两广总督 是吧 呃 长期当地方官 而且你看看他当地方官的那些地方 都是通商口岸地区 是吧 都是那个东南沿海的呃 我们今天可以说是 改革开放的前缘地带 是吧 用用用用用今天的话讲 是吧 就是都是那个所谓的啊 那个那个经济特区 呃 所在的那些地方 是吧 那么因此他也是 明摆一些事的 但是这个人呢 他不是个思想家 他老于事故 要在官场上混 所以他从来没有什么前卫的言论 是吧 他曾经在咒书中明确的讲过 他说中国啊 呃 什么都比西洋好 是吧 愣中国声明文物高出万国之上 自强之道 除练兵造船捡弃 数端外 不必一一笑发洋人 是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只学器物 是吧 说西方除了呃 那个船间抛利以外 没什么我们值得学的 我们的文明 我们的什么其他东西 都比西方强得多 是吧 现在很多人说 中国人最早是主张学器物 大概主要指的就是 像张树生这样的人 可是 张树生在官场上是这样说的 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是吧 其实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 因为他没告诉人 但是 是吧 但是 到了1884年 张树生 病重了 是吧 病重了以后 病重了以后 他给朝廷上了一个遗则 是吧 就是我临死的时候 讲的最后的一番话了 是吧 大家知道 那个时候既没有email 也没有快递 是吧 这个遗则从 他的任地 用马送到北京 是吧 到了北京 皇上看到的时候 他人已经死了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我们讲的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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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是吧 他就讲了几句心里话 他说啊 他说西洋啊 之所以 能够有现在这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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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局面啊 他说是 遇才于学校 论证于意愿 军民一体 上下一心 此其体业 是吧 说是人家的教育 人家的政治 搞得好 是吧 他说这是体 是吧 我们前面讲到过的 西体 金用 那个所谓的体用 是吧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他说西方的体 就是这个 他说 至于说到 轮船 大炮 水雷 铁道 电线 他说 这个都是用 是吧 他说 现在我们中国啊 他指的就是洋务运动了 他说 以其体 而求其用 是吧 只搞船间 泡利 不学他们的这些 最根本的东西 他说 无论 结绝不期 常不相及 就令铁建成行 铁路四达 果足四语 是吧 他说 你学这些都皮毛的东西 你第一是很难学得到 第二 你学到了 又有什么用呢 人家最根本的东西 你不学的话 还是不行的 是吧 然后他最后提的一个建议就是 是吧 建议朝廷 采西人之体 以行其用 是吧 你看那个时候 他的这个言论 要比张志动 要更 进步了 张志动说 那个西学为体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可是他在张志动之前很早 就已经讲了 是吧 要采西人之体 以行其用 而且通常我们并不认为 张树生是比张志动 更进步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官僚 是吧 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而且他在上这个遗则之前 从来没有讲过类似的话 是吧 但是他心里就是这么想 是吧 所以你可以讲啊 当时中国人怎么看西方的 有一个官方 场合他们怎么说的 和内心怎么想的 这完全是两回事 是吧 官方他们怎么说的 那可能完全是 是吧 就像我前面讲到过的 那西方除了船舰炮利以外 没什么可说的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中国只要船舰炮利搞好了 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他们这内心 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不是的 是吧 那么我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中啊 陈南斌就是一个例子 这里我要讲 当时的交往中啊 有两个被认为是 极端保守守旧派 一个就是我讲的陈南斌 是吧 是他一手破坏了 那个 那个中国最早的留学生计划 是吧 那个荣宏说啊 这个人啊 在朝堂上是 宣权鲁秀 破坏新政 是吧 就是那个情绪激动起来 那就是个老愤青 是吧 就就就就就 撸起绣管要打人的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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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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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和平演变的 那个那个 那个情绪高昂 是吧 但是他那个 私下讲的那个话 完全是 完全是别的话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人 也有很有意思 这个人叫刘西洪 是吧 我们知道刘西洪 和我前面讲的 郭松涛 和陈南宾与荣宏 是同样的一种关系 是吧 当时清朝派到美国去的 这个使团 正史是陈南宾 副史是荣宏 荣宏很开明 陈南宾 这里我要讲 陈南宾其实内心也很开明 不过他表现得 非常之顽固保守 是吧 而这个欧洲的使团呢 正好 是吧 这个陈南宾这个人呢 私下也称道 西洋国政民风之美 其所不误 但是在朝堂上 他却宣权鲁秀 破坏行政 是吧 这个欧洲的使团也是这样 这个欧洲的使团 正好相反 是吧 这个正史郭松涛 是一个很开明的人 而他的副手 刘西洪 是一个专门 打出小报告的人 是吧 那么他到了 这个这个 在欧洲期间 刘西洪就老向朝廷 写报告说 你们要警惕 这个郭松涛 从阳魅外 是吧 这个郭松涛在 搞和平演变 是吧 这个郭松涛 是一个自由化分子 是吧 你们一定要警惕 是吧 而且他 讲了大量的 郭松涛的那个坏话 其中有些坏话 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没有道理 比如说 他说郭松涛某一天 去视察英国的一个海军基地 那天正好下了雨 是吧 于是洋人给他了一把伞 他就打了那把伞 郭松涛说 那个刘西洪就告状说 说这怎么可以呢 洋人的伞你怎么能打呢 说你宁可临死了 你也不能用洋人的伞的 是吧 这个那不是卖国吗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中国官员 用洋人的雨伞 这像什么话 这有损国体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 你应该捐持中国人的国 那个骨气 是吧 宁可临死 你也不要打 打洋人的伞 是吧 他不断地告状 最后就把郭松涛给告倒了 是吧 那么郭松涛最后就被撤职了 是吧 以后他的那个 那个就被复闲了 是吧 就就就就就就 但是这个刘西洪 是吧 他在朝堂上 那么正统的一个人士 是吧 那么主张反和平演变的人士 他真实对西洋的观感如何呢 是吧 刘西洪到了晚年了 他把他在英国的日记出版了 叫做英条诗记 这个英条诗记 我们看了这个东西以后啊 就觉得他在那里头对西方的称赞一点都不亚于郭松涛 是吧 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是吧 他这里头不但屡屡称赞英人仁义 是吧 说这个英国这个国家是上下同心 以礼自处 顾全国势 是吧 说英国这个社会非常之 好 是吧 无贤官 无游民 无上下隔阂之情 无残暴 不仁之志 地方整齐树木 人民欢欣鼓舞 不图以富强为能事 最有趣的是这句话 很多人都知道西方富强 他说西方不但富强 西方的道德水平也是很高的 是吧 不图以富强为能事 曾未可以匈奴回贺代之以 是吧 说中国人很多人还把西方当遗敌 他说那是不对的 是吧 这个刘西红啊 他还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真的是下了功夫去了解英国的 是吧 有一次啊 同样是在英国的几个大使 是吧 有一个住日本住英国的一个人 跑到这里来聊天 是吧 然后他就跟那个英国 他就跟那个日本人 大谈英国的那个税收制度 是吧 他说那个英国人交税都很自觉 是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叫做无代表 不大税 是吧 那个 征税是国会征的 国会是老百姓选出来的 是吧 这个国家需要什么钱 是吧 需要从老百姓收什么钱 这钱拿去用在什么地方 老百姓都眼睛盯着的 是吧 因此老百姓愿意交税 是吧 这是为国家办事嘛 是吧 但是我们这些国家就不行 是吧 这个这个老百姓都普遍不愿交税什么什么等等 讲了好多 是吧 他甚至还对民主制度下可以合理时可以实现合理的税制 说的头头是道 当时在旁边听的那个郭松涛都很都很佩服 是吧 郭松涛在自己的日记里头讲 说哎呦 这个刘西红真的是还是很有水平 是吧 他对这些问题都看得很清楚 是吧 而且这个刘西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次这个英国人要他去参观一所监狱 是吧 那么后来啊 他就想 他说这个这个这个官方让我们去参观的地方肯定是形象工程 是吧 这个这个肯定是那个布置好了的让我参观的 那没用 是吧 我不去 是吧 但是他又没有名讲 是吧 然后那个坐着那个马车 是吧 那个时候还没汽车了 是吧 然后就登登登登登 跑到那个监狱附近的时候 他突然说我肚子疼 是吧 去不了了 是吧 然后只好不去了就回来了 但他偷偷的就记下了这个 呃这个地址 是吧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是吧 然后忽然间他说是吧 他带了两个仆人 呃跑到街上 是吧 呃 转了转转 突然间就提出说我要去那个地方 是吧 然后呢 那个英国人一听非常的惊讶 但是还是同意了 是吧 然后他就去了 去了 果然说是哎呦 里头很人道 什么什么 反正讲了一大通 那个那个 说吧 嗯 说那个监狱 呃 反正对那个英国对待犯人的那种 整个那种 呃 讲了一大通 我问他那那简直是 钦佩的不得了 是吧 然后说这是真的 是吧 因为这不是他们安排的 是我微服释放的结果 是吧 这是我我突然搞突然袭击的结果 是吧 呃 看样子那是真的 是吧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刘西红 其实他心里什么都清楚 是吧 但是他在朝堂上讲的完全是另外的一些 一番话 是吧 说这个 是吧 他诋毁郭松涛 是吧 说郭松涛那些言论都是所谓的迎合洋人 坏乱风俗 是吧 都是大逆不道的言论 是吧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其实你看他的那个日记啊 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是吧 他里头提到啊 他说西洋搞的那套虽然是很好 是吧 嗯 我们儒家也讲天下为公 是吧 他说但是啊 我们中国实际上 天下为家 以更数千载 正令统于一尊 财富归诸一人 是吧 他说我们中国搞 家天下已经搞了几千年了 我们这些人都是占了好处的 是吧 你把这套东西搞掉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是吧 其实说实在的 根本的原因就在这儿 是吧 根本就不在于什么儒家不儒家 他就明确讲 说中国搞的根本就不是天下为公 是吧 而是天下为家 以更数千载 是吧 讲了这些话的人 你还能说他是儒家吗 是吧 所以啊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 很多人 是吧 他们在朝堂上讲的那些话 你是不能把它当真的 是吧 那么这些人 他们真实的观感是什么样呢 是吧 当然很系统的说 这些事的 那当然就是郭松涛了 是吧 郭松涛因为他出国以后的第一天开始 一直到回来 每天都记日记的 是吧 那么 他 而且啊 我们现在有人写了郭松涛的传 是吧 写他传记的人呢 都提到一件事 就是郭松涛这个人本身是个国学大师 是吧 他本身是个理学名辱 写过很多 那个国学的著作 而且他这个人本来在外出之前 就是在汉林院工作 什么叫汉林院呢 那就是 那个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关了 是吧 就是专门养了大文人的 是吧 不是管具体的那个 呃 那个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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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个证物就是呃 管那个就是就是做学问的 是吧 这个人出国的时候已经58岁了 价值观已经定型了 是吧 你很难说 他跑到外国去以后会有那个价值观上的根本转变 是吧 是吧 而且 郭松涛从来就没有对儒家有过不满 是吧 他一直是说 呃 他就是儒家 而且说呃 他对英国呃 的观感也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去做评价的 是吧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 是吧 他认定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 其末在商骨 是吧 这句话就是也是我前面讲到过的 他们认为西方人会做生意 这也是末 这也是属于末 是吧 我们认为市场经济其实是很重要的 他们当时并不认为有 并不认为太重要 是吧 他们认为民主共和要比 要比市场经济更 更重要 是吧 他说啊 这个西洋立国有本有末 其本在朝廷政教 其末在商骨 因此 他的主要的注意力 其实就是在这 这里我要讲啊 其实郭松涛并不是不知道船间泡利 是吧 郭松涛在那个英国期间 他也去看过英国的那个军火工业 而且就是他极力的主张 中国要派人到英国去学海军 去引进英国的军舰 后来大家知道 那个北洋舰队的那些军舰 就都是从 大部分是从英国引进的 是吧 而且北洋舰队的那些 那些主要的那些军官 也是在英国受训的 就是郭松涛建议的 而且郭松涛当时还说 是吧 说他发现日本到英国学海军的人 要比我们大清派出去的多 他说这 很值得忧虑 他说中国应该多派人来学 是吧 你从这里头你就可以看到 他其实并不是不知道 船舰抛利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 是吧 也是主张中国在军事上要自强的 可是 你总的看他这个日记啊 你就发现这一部分的比重很小很小 是吧 绝大部分的篇幅讲的都是什么呢 讲的都是所谓的朝廷政教 是吧 那么他里头讲到 是吧 他说啊 这个西方这个社会啊 是法治社会用他的话讲叫做公理日生 是吧 是一个讲道理的地方 是吧 不是一个谁的权力大 谁就可以如何如何的 是吧 说基督教啊 起到了劝人之善的作用 他还专门提到 说英国有一个机构叫做相生房 是吧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 那个传统儒家有一个说法嘛 叫做相生 那是为民请命的 是吧 是从道不从军的 是吧 是敢于 独立于权力来维护道统的 是吧 可是这样的人在中国现在已经没有了 是吧 可是他跑到英国说 英国专门有一个 啊 相生呆的地方 叫做相生房 是吧 有时候他又用意仪 有的时候他又用音仪 音仪叫什么呢 叫巴黎门 实际上就是parlament的 是吧 就是我们知道所谓的议会 呃最有意思的是 郭松涛和习俱瑜 这两个最早接触西方的人 都把议会叫做相生房 是吧 就是里头有专门有一批那种 呃敢于说真话的人 是吧 为民请命的人 是吧 从道不从军的人 是吧 呃就是敢说自己的话 为老百姓呃呃 呃为民请命 而不在乎皇帝的呃权威 是吧 他说这个呃相生公义正式 啊 国王对他们很尊重 是吧 民选的巴黎门 迈阿尔 是吧 呃这个是现在的 我们现在也是呃就把他移成市长 是吧 mayor 呃parlament 是吧 顺从民怨 说这个英国这个国家 国政一公之臣民 其军不以为师 是吧 英国的政治 是是大家的政治啊 不是皇上能够垄断的 是吧 说英国是民主选举的国家 是吧 所用必皆贤能 是吧 呃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话是很浪漫的 其实民主选举往往也可以选出一些不怎么样的人 但是呃 郭松涛当时他的呃 对民主制度的钦佩是很很明显的 是吧 他说民主选举选举出来的啊 所用必皆贤能 而且还说民主选举就是按照老百姓的意志 朝廷之爱政无所思 是吧 你朝廷喜欢不喜欢并不重要 关键是老百姓喜欢 是吧 朝廷之爱政无所思 臣民一有不切 则不得安其位 是吧 老百姓如果不高兴 你这个官就当不下去 是吧 至于朝廷喜欢不喜欢你 那不重要 是吧 所以他说这样 这个国家怎么能搞得不好呢 是吧 他说呃 英国是两党制的 他说两党制很好 是吧 他说朝野两党 推究辩驳 以定是非 国以各以所见 相持争胜 而应济之以平 是吧 有两党啊 各自说各自的道理 是吧 兼听则明 所以英国的政策啊 都是啊 还是不错的 是吧 英国这个国家 还有言论自由 他也注意到 是吧 说是英国人呢 直言极论 无所忌讳 数人上述 皆与仇答 是吧 说这个 不管是什么人 你人为言轻也行 是吧 你可以啊 那个那个 坦率的 表达你的见解 是吧 而且都可以 起到作用 是吧 最后 最后这个 郭松涛 对英国的 那个称赞 在我看来 简直已经达到了 走火入魔的地步 是吧 那么最后 他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 这个国家是 彬彬然见 礼让之行焉 足之彼土 富强之机 非苟然也 是吧 哎呀 说这真是个 礼仪之邦啊 他能够富强 真不是偶然的 是吧 然后他说 他说英国这个 仁义达到什么地步呢 达到 仁爱兼智 环海归心 是吧 英国在世界上 有那么高的地位 也是因为他 仁爱兼智 是吧 我觉得 这个就已经 讲得有点 走火入魔了 是吧 因为英国很多的地方 还是靠炮剑打下来的 并不是靠什么 仁爱兼智打下来的 是吧 但是你可以看到 郭松涛的确 对英国的这个 感觉是非常之好 是吧 而且认为 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是吧 但是 郭松涛对英国 印象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他 抛弃了 儒家文明呢 是不是因为他 接受了所谓 英国人的价值观呢 不是的 是吧 其实他没有什么变化 他还是个儒家 还是个世代夫 世代夫看 觉得这是好东西 英国人看 也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这说明了什么呢 我觉得这说明了 那的确是有所谓的 普世价值的 是吧 就是不管是从东方人的角度 还是西方人的角度 的确有些东西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是吧 当然 他这里头免不了 有爱乌基乌的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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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 是吧 比如说英国的对外政策 是不是可以叫做人爱兼制 这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了 是吧 那么在 徐济瑜啊 这个人已经是在洋务运动中的人了 是吧 那么 更有意思的是 我前面讲 讲 我提到过的徐济瑜 徐济瑜要比郭松涛要早一代 是吧 郭松涛是七十年代 到 到欧洲去的 而徐济瑜是鸦片战争时代的人 是吧 鸦片战争 炮火刚吸 他就在1844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的 之后仅仅四年 那个时候中国人讲船舰炮利子 都没有几个人 是吧 他就写了一本 迎环自略 这本书啊 在中国的影响不大 但是在日本的影响很大 是吧 明治维新的时候 这本书在日本曾经重应过好多次 是吧 对日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1844年 也就是鸦片战争刚刚打过的时候 徐济瑜就对西方的这些 政治制度所谓的民主共和啊 表示了高度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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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扬 是吧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他对英国的评价当然是不错的 但是他对美国的评价 要比英国高 这就很有意思了 是吧 因为当时的美国可不是 可不是20世纪的美国 是吧 美国的强大主要是 19世纪末和20世纪才强大起来的 是吧 尤其是在对外 军事上 美国在1840年代 其实是默默无闻的 是吧 美国那个时候盛行的是所谓的门罗主义 就是我只管西半球的事 是吧 那个其他的事 我不管 是吧 我们知道美国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强国 那是在1899年的美西战争 他打败了西班牙以后 是吧 那么这1844年美国成为强国 之前 半个世纪 徐继瑜就对美国 有这样的称赞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他称赞英国 你可以说是英国把中国打败了 可是美国当时并没有跟中国打过仗 是吧 但是他对美国的印象更好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共和制 而英国还是君主立宪的 所以啊 我看到这些东西以后 我就有个想法 我说啊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没有走 中国晚清没有搞成君主立宪 结果搞成共和了 这个东西恐怕不是偶然的 是吧 恐怕不见得是因为什么 晚清的人太激进了 什么什么什么 是吧 其实啊 中国之所以不搞君主立宪 而搞共和很大程度上 是和这个所谓天下为公 这种概念是有关的 是吧 那么 徐继瑜对美国的印象 其实主要就是在这一点 是吧 徐继瑜说啊 美利坚和众国以为国 这里我要讲 我们现在把United States 叫做和众国 这个词的起源 就是徐继瑜的这本书 是吧 徐继瑜说 呃 美利坚和众国以为国 这就有了美利坚和众国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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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 是吧 那么呃 美利坚和众国以为国 福源万里 不是王侯之好 之后 不寻事迹之规 大家知道这是和英国不同的 是吧 英国后来还是有王侯的 是吧 公器父之公认 创古今未有之局 一和其业 太西古今人物 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斋 他说华盛顿真伟大 比英国的君主要伟大多了 是吧 因为他啊 有那么大的功劳 但是他不搞世袭制 是吧 他搞公天下 而不搞家天下 是吧 这个推举之法 给予天下为公 庆庆获得三代之一一言 是吧 然后他说 美国其他地方 也是很不错的 是吧 讲讲讲 也是走火入魔了 是吧 然后他又讲了一番话 这个话 我觉得是有点过分 是吧 他说美国 他说美国 治国从让善俗 不上武功 亦拥以诸国义 是吧 他说美国这个国家 是崇尚谦让的 不崇尚武功的 是吧 我们知道 当然其实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现在的美国 更不是这样的 是吧 不过 我们可以肯定 在1844年的时候 美国的武功 其实并不是怎么 并不是怎么出名 是吧 美国那个时候 并不是一个 以武功建成的国家 但是美国是不是 从来就不上武功呢 是吧 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是吧 徐济瑜甚至认为 美国治国从让善俗 不上武功 亦拥以诸国义 是吧 那么美国到底是不是不上武功 这个我们可以讨论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 就是徐济瑜称赞美国 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武功 有多么厉害 是吧 这一点 不是因为什么落后就要挨打 或者挨打就要落后 是吧 这和挨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吧 美国本来就没有什么武功 而且他也没打败中国 是吧 但是这个徐济瑜对美国就是很 很佩服 而且他认为 共和制的美国 要比君主立宪的英国 更接近于所谓的三代之一 是吧 所谓的天下为公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 是吧 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些人 是吧 他们学习西方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吧 学习西方 是不是为了 这个国家的武力的强大呢 当然 不排除有这个考虑的 是吧 学习西方当然也是为了富国强兵 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 而且这些人都清楚的看到 西洋之可贵 不是因为国家有多么强大 多么富有 而是他们的老百姓 有多么富有 是吧 郭松涛讲的这句话 我觉得即使放到今天 都没有过时 是吧 郭松涛说 岂有北姓困穷 而国家自求富强之力 是吧 老百姓都很穷 你把国库搞得那么账满 有什么好处啊 是吧 这个这个 金言富强者 一视为国家本纪 与北姓无语 亦不知西洋之富 专在民 不在国家也 是吧 西方富 他是把老百姓给弄富了 是吧 不是把国家的国库给 给弄得有多富 是吧 你会发现这些人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强调 西方的可贵之处 是对老百姓好 是吧 甚至 他们还发展到这样的地步 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啊 如果国家对老百姓不好 那么你的兵越强 越糟糕 是吧 富国强兵 假如你是一个不人道的国家 你还不如不强 是吧 那么把话说得最极端的 是谭思同 是吧 谭思同说的这番话 即使在今天我们听起来 也是非常出格的 是吧 呃 谭思同说啊 幸亏中国的兵不强也 是吧 他说 向使中国的海军如鹰法 陆军如俄德 施以 承其残贼 几只君主之祸 欲不可思议 他说 中国是个君主国家 君主是蛮不讲理的 是吧 对老百姓非常坏 是吧 他说 这样的国家 如果有强大的军队的话 那君主之祸 就不仅仅是祸中国人了 是吧 那就会祸到全世界 是吧 他说 比白人烟 红人烟 黑人烟 中色人烟 将为准国尔 欲上尘绝类烟得乎 是吧 那还得了吗 他说那些人都成了准国尔人了 大家知道 准国尔是什么 准国尔就是今天的新疆 是吧 大家知道清初的新疆啊 呃 占统治地位的不是维吾尔人 而是蒙古准部 是吧 那么在清初的平准战争中 呃 准国尔人基本上给杀光了 是吧 现在就留下一个准国尔盆地 是吧 一个一个地名 那么准国尔人 现在已经基本上都没有了 是吧 那么 呃 那么 呃 大家知道 一直到晚清 很多人还是把中国人 还是把清朝灭绝了准国尔人 当作当作一项成就的 是吧 包括以往人们认为是比较先进步的思想家 像魏元 是吧 魏元在圣武纪里头 专门有一个平定准戈尔纪 里头还非常称赞清朝灭亡了准戈尔人 是吧 说准戈尔人如何如何 贺干天怒 是吧 然后皇上赫然震怒 呃 发动大军去呃 去呃 呃 围猎他们 是吧 就是像那个呃 打野兽一样去去围猎他们 是吧 然后把他们大的呃 呃 男女老幼所有的人都杀光了 是吧 这个这个几十万人呃呃呃呃呃 都给灭绝了 他说这是大快人心的 是吧 那么到了谭词同 呃 当然就不这样了 是吧 谭词同认为呃 呃 当时清朝灭亡准戈尔是呃 很不好的 呃 我这里讲的不是统一呃准戈尔这个地盘 而是把准戈尔人全部给呃 灭绝了 是吧 他下面这句话讲的就是很很很出格了 是吧 很走火入魔了 他说啊 故东西各国之压抑中国天使使之 所以取用了其仁爱自于极致也 而中国不知敢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那意思就是说呃 呃那个西洋各国压制中国那其实是老天在行人意啊 是吧 呃那个害怕这么个强盗国家如果强盛起来会危害世界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 是吧 我曾经有一次 我曾经有一次呃把这段话列出来 我说你们想想说这个话的人是谁呀 是吧 这不有点像汉奸吗 是吧 说这话的人是汪精卫莫非是 是吧 但是实际上是谭池童是吧 是吧 那么你要是说谁是汉奸你都不能说谭池童似的是吧 因为我们知道谭池童不仅在户序变法中是吧 号称是啊为了中国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人 而且在户序变法失败以后是吧 康有为梁启超都逃到国外去了 他是明明可以逃但是他不逃的是吧 他就说我就是要死在中国是吧 为中国的变法而流血像这样的人 谁能怀疑他是不是爱国者呢 是吧 我们说即使是逃到 即使是逃到国外寻求避难的梁启超康有为 你也不能说他们不是爱国者 是吧 你也不能说只要他是吧 逃到所谓什么什么是吧 什么海外敌对势力那里去了 那他们就是就就就就就就不爱国 是吧 那何况谭池童还没有逃呢 是吧 谭池童还是死在中国的呢 是吧 所以谭池童绝对是一个爱国者 但是他为什么会说这种话呢 是吧 你 你接下来会看啊 他说了好多这一类的话 是吧 那么 但是 是吧 他真的是认为 这个 西方的军事上的强大 会有助于中国的民主吗 是吧 恐怕也不见得 可以这样说 是吧 那么谭池童接下来才又说啊 他说我们中国啊 现在是没有什么人把中国人当人的 是吧 这个西方人 看不起中国 关键是中国的皇上更看不起中国人 是吧 他说啊 天下为君主 难度中之私产 其是华人之身家 曾弄俱之不弱 之不弱 五愿华人 勿服梦梦谬以为 同类也 夫自西人士之 则找其为二矣 他说 现在的西方舆论啊 普遍把中国描述的 是吧 是一个皇上为所欲为 不把中国人当人的国家 所以现在有些洋人说 是吧 说我们侵略中国 是要解放中国人 是吧 是要把中国人从皇权中 解放出来 是吧 他说 故鹅暴有云 华人苦到尽头处者 不下塑造 我当灭其朝 而救其民 是吧 凡欧美诸国 无不为誓言 皆将其仗义之美民 应以余裂其资产 从最后面这句话中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是吧 其实谭词同是知道 民主制度是对自己的人民好 但是在对外政策上 民主国家也很自私的 是吧 民主国家说他想救谁 救谁 其实难免 其实也是为了自己 是吧 所谭的 皆将其仗义之美民 应以余裂其资产 是吧 民主国家也是对外侵略的 民主国家 这个制度 是吧 民主制度说穿了 就是 谁选你 你的权利来自谁 你就为谁考虑 那么既然 民主国家的权利 是他们的人民授予的 所以民主国家 当然是为他们的人民服务的 是吧 这里我要讲啊 民主国家的外交 说穿了 我觉得很简单 是吧 我们现在有些人骂 说美国的外交 是为美国的一小撮 军火商服务的 是吧 那么有些人又称赞说 美国的外交 是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 我觉得那都是胡说 是吧 美国的外交 既不是为一小撮 美国统治者服务的 也当然更不是 为我们中国人服务的 美国的外交 是为谁服务的呢 就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 是吧 不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 也不是为外国人民服务的 是吧 所以美国的外交 当然有可能 损害外国人民的利益 是吧 但是 它绝对是有利于美国人民的 是吧 那么 谭慈彤其实是看到了这一点 是吧 因此他才说 既然民主国家 是有利于本国人民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学呢 是吧 而且我们也只有 中国人自己建立了民主制度 才能够防止外人 将借仗义之美名 应以鱼猎其资产 是吧 你可以看到 那谭慈彤的逻辑非常之简单 因为 洋人在对外关系上 他也是支持的 所以民主制度 我们不但要搞 而且我们一定要自己搞 是吧 可是我们有些人 那个逻辑完全是 倒过来的 是吧 因为 洋人的民主 是有利于 他们的人民的 所以我们为了反抗 洋人 我们就坚决不搞民主 我们就坚决要欺负我们自己的人民 是吧 我们用欺负自己的人民 来显示我们 与外国不同 是吧 来显示我们的所谓的爱国 是吧 这种爱国就是慈禧太后的爱国 是吧 慈禧太后的爱国和谭慈彤的爱国 都是爱国 但是这两个爱国 之间有非常大的区别 是吧 民主制度有利于本国人民 所以我们的爱国 就要为我们本国的人民谋幸福 所以我们要搞民主 而且我们要自己搞 是吧 不能等外国来借民主的名义 来管我们的事 是吧 可是 另外一些人 像慈禧太后就说 是吧 说西方人正在侵略我们 所以西方人搞的 我们就不能搞 是吧 西方人民主 对他们的人民有利 是吧 那我们就绝对不能搞民主 因为我们不想 对我们的人民有利 是吧 这就叫爱国吗 是吧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谭慈彤讲了那么多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 就是他的最后这一句话 华人不至为之 其货可胜盐灾 是吧 他说我们国家本来在军事上就已经至于弱势 是吧 如果你又不是民主国家 如果你又是个专制国家 你连道义的制高点都被人占了 那你不是更可怜了吗 是吧 所以他说啊 这个这个这个 我们不但要搞民主 而且我们正是因为我们是个弱国 所以我们才尤其要搞民主 是吧 那么因此你可以看到 那么这些人啊 是吧 清末的这些士大夫啊 他们看到西方的感想 与明代的士大夫看到满族人的感想 完全是两回事 是吧 满族人尽管武力强大 我们也可以说类似于全权炮利吧 但是他们在满族人那里 并没有看到什么仁义道德 而在西方他们看到了 而且很自然的产生了想往 是吧 这里我要讲这种想往并不妨碍他们爱国 并不妨碍他们在国家利益这方面 抵抗西方的侵略 但是在价值观上 他们当时想的并不是什么西儒对立 西儒冲突 更不是什么西学导致礼崩越坏 是吧 相反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 是有道德根基的 并且因此主张引进西学 来排斥所谓的大道与相怨 消除礼崩越坏 以解救儒家文明 这是当时很强的一种思潮 我把它叫做引西就儒的思潮 是吧 那么当然后来中国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吧 我们知道后来逐渐逐渐就不是这样了 是吧 发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已经好像形成了一种西学和儒学对立的 这样一种形式 是吧 当时很多最激进的主张学习西方的人 都很反儒 是吧 相反 很多主张弘扬儒学的人 又在那里抵制西化 是吧 那么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呢 是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的话题 是吧 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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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老师就感谢您的讲座 就想问一下 像日本就是临智为新了 其后也有就是 以用其学来就是提倡他们就是一些日本的 日本化的就是宋敏理学这种思潮 然后他们成功就实现了临智为新 为什么在中国就更好期待 其实啊 其实啊 这个日本的成功与否 可能也应该从各个角度虚拟假 日本学习西方啊 这一点上是比中国挺重的 就是民族的确实日本复活成兵了 是吧 但是大家同样知道的是 日本民族为新 其实并没有建立起什么共产民族 对于国家 对于国家 相反日本逐渐成为一个天皇专制的国家 这个这个 军国主力的国家 以至于后来不仅对日本 对整个亚洲也导致了很大的灾难 是吧 那么日本最终走向这个民族的道路 其实是在战后在在被战领的状态下实现的 是吧 所以这里头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日本学习西方到底算不算成功 那么应该说在复活成兵这一点上是 他应该是成功的 他的成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日本学习西方和中国学习西方 其实这一点上是完全不同的 我这个演讲其实本来也想讲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 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日本在民族以前 他虽然号称是和中国是同种同文 但是他那个制度 与其说类似于我们前汉以后的这个中央集权帝国 不如说更类似于我们周代的那个 那个重建制度 是吧就是诸侯领地的那个制度 是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日本明治以前的地图啊 日本明治以前有很多国 是吧就是或者人叫做藩 是吧 日本的明治维新 从某种意义上讲 在中国人的眼光中 就有点对视于周平之变 是吧就是中国明治维新 实现了一个类似于挺始皇这样的制度 就是天皇独尊 是吧 实现了那个中央集权 然后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类似于暴情那样的国家 是吧就是那个那个那个很能打仗 但是很不民主很很很什么 是吧 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国家 是吧 是吧 像这样的这个变化 在当时中国人看来 就有点像西学背景下的一个周平之变 是吧 那么日本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反如 我觉得也是很自然的 是吧 而日本当然现在并不见得非常反如 但是在明治时期 像负责语籍啊 集前松阴啊 这些人 对儒家的批评是非常的厉害 是吧 那么日本人反如 我觉得蛮很可疑的 因为日本的这个学习西方的过程 其实就类似于周情之变的过程 它实际上是一个排斥周字 接受情字的过程 那么正如秦始皇神书坑儒一样 日本在摆脱周字的过程中 对主张弘扬周字的儒家进行批判 对于日本本身而言有它的合理性 是吧 而且这种批判和学习西方的结果 的确也使日本变成了一个 是吧 虽然是用的是西方的武器 西方的技术 但政治制度上有点类似于秦始皇的那种 那种状态 是吧 那么日本由此实现了复活成兵 可是对于中国来讲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时空的错位 因为中国走向现代化 当时已经不是走出周字的问题 而是走出秦字的问题 是吧 那么通过走出秦字 来实现现代化的中国 其实主要应该面对的 是法家的主地 而不是儒家的主地 是吧 中国当时要 要改变秦字 实际上如果说真的要反传统 那就应该是反对法家的传统 而不是反对国家的传统 是吧 可是正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是吧 我其实前面讲了一半 后面就产生西欧对立 为什么呢 这里头就有日本的影响 是吧 那么 戊戌以后 尤其是甲午以后 尤其是戊戌以后 中国学习西方 其实越来越变成是 不是直接学西方 而是借助日本 是吧 认为日本学习西方 成功 所以我们学日本 而日本学习西方 的确是反儒的 是吧 那么所以 这影响到中国西儒的关系 到了 到了那个 新文五四时代 是吧 这个西儒的关系 就变得很不坏 而且大家知道 是吧 当时最反儒的一些 新文化运动员的代表人物 几乎都是流日 是吧 不管是陈修秀也好 鲁俊也好 是吧 这些反儒的人 都是流日 而且他们都是受到 日本的影响 日本人反儒是有它的道理的 是吧 我前面已经讲过 那是因为 日本要走出周子 可是中国人要反儒 说实在是没有多少道理 因为中国当时要走出的是 是秦治 是吧 那么因为 那么所以 而日本人反儒 的结果 他们是实现了周秦之变 是吧 搞了一个复国强兵 但是在走向宪政民主 这个问题上 他们是失败的 而中国学习日本 说实在的 连复国强兵都没有实现 原因是因为 中国当时的问题 不是周治造成的 而是秦治本身造成的 是吧 那么中国反儒的结果是 是吧 比日本还不如 就连那个 连那个 复国强兵都没有实现 是吧 那么到了今天 我们走向民主制度 当然 在民主制度的过程中 我们也希望复国强兵 是吧 那么我们要针对的问题 那当然 那就更明确了 是吧 那就是秦治 是吧 是吧 中国如果今天要 学习西方 是吧 要走向文明的现代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真的要对 传统进行一些批判的话 那么主要的矛头也 的确也应该是 是吧 也应该是指向法家和秦治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要对 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的话 恐怕 主要的 这个内容 就在这里 谢谢 秦治好 刚刚听了您的讲座 然后像 那个 刘西红 像 陈南斌这种人 都从 我心里也认识到了 就是 西方这种政教 之风这种好 那么为什么 到后来 识过 中文还是从 那个 器物这方面开始 学起的 就是因为 他们私立心的原因吗 然后到后来 为什么又开始 学习制度和文化呢 是因为 良心发现了吗 其实啊 我觉得当然就是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些人 包括 不管是陈南斌 刘西红 还是 张树生 是吧 他们基于 他们的官场的意义 都是讲的另外一段话 到了他们 没有这种考虑了 比如说 到了张树生 快死的时候 是吧 那他们就可以 讲这个正话了 那当然就是因为 一种意义 是吧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 影响中国改革的 最大的障碍 其实都不是 什么意思 你说 这里有几个人 尤其甚至是 说实在 一般的老百姓 由于信息的屏蔽 很多人 还真的不太知道 是什么事 最高层的人 他们怎么能不知道 是什么事 我觉得他们都是知道的 但是 由于 他们所在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种位置嘛 是吧 就决定了他们 然后我们这些人 那个考虑的 讲话的时候 考虑的东西 肯定不是一样的 是吧 那么到了后来嘛 当然我觉得 那就是因为 这个 民主危机 越来越严重了 是吧 就是这一套 你实在是掩盖不下去了 是吧 那么当然 就逐渐逐渐 用我们的一句话讲 那就是 是 终于是包裹着火的嘛 那最后终于 这些东西 就是肉馅了 谢谢 谢谢 多日有一种问题 是这样的 也在说现在 受现在 受现在这种 网络的影响吧 很多人就是说 这是清 就是清代之前 我们都是叫成的 然后清代之后就是 奴才这种就是 我们看清风系的 人家都是叫奴才 奴才 主的奴才 然后后来我看到 有一个说法是说 其实是 奴才是 只能满族达成才 称呼奴才 就是汉族是 没有资格称呼奴才的 后来我把汉族 这个大人 就是清家大人 就是 问题就是 说什么就是 这么一段就是 游成叫奴才 叫奴才的这么一个 称呼的变化 它是不是 对于这种奴性的文化 就是这个 清朝主持的 结拜年代 这个有影响 就是这一块 有影响 秦人不一定是满族人 是吧 潮水平 它也是汉族人 但是它是秦人 就是所谓的 汉族法旗 所以 应该说 称秦人和称臣 主要是秦人和非秦人的局位 不是那个 不是汉族和满族的局限 是吧 因为秦人中 其实汉族 不过 不过 这个事情后来有点乱了 到了 后来这个满族人和秦人的 对那个界限 就有点糊涂了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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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明初 大家知道 是比较 不是满族人 很多满族都说是汉族 那么到了 现在又说 少数民族有各种各样的优惠 然后大家都说是满族人 其中有些人其实都是满族人 就是汉族人 他也说是满族人 是吧 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本质上是一样的 是吧 就是说 称称称奴才 其实 其实都是差不多 我不能说 金陶就更厉害 但是应该说 应该说 是差不多 你可以说 是吧 你可以说在 呃 汉族的侨庭里头 他是没有这个 总结的差别 没有 没有其人称奴才 别人就像 求为奴才而不可得 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本质上 没什么区别 比方说 当时 最贴近皇上的奴才 当然就是宦官了 是吧 那就是皇帝的 所谓的接生奴才 是吧 那么宦官 当然也是张牙五召 他的这个权势 也是一般的人都 都达不到的 而且宦官 我们知道 各个都是古大出身家 是吧 那宦官没有说出身高贵的 是吧 没有说出身富家的 是吧 肯定肯把自己淹了 进宫去赋 去侍候别人的 那都不是 那肯定都不是 什么 什么 什么富人的 是吧 所以这些人 去当奴才 那么这些人就是 他可以凌驾于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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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之上 是吧 甚至可以 变成是 最有权势的人 这种权势以前都有 是吧 专制时代 以和专制 最高专制者的 关系 作为一种 优势条件 这个是所有的 专制制度 都有的一种 是吧 你和这个专制 最高专制者的 关系最密切 所以只有你能够 成武裁 别人不能 但是你实际上 比别人 比那个不能成武裁的人 更有 更有胡家胡为的那种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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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我觉得是 请以后 就一直是这样 那个调子只有 我先说一下这个 4月份 我先说一下这个 4月份 我先说一下这个 6月份的预告 6月份呢就是 陶阳文化大洋堂 金国武沙文 请的是 杨天志先生 他建议奖天志之地 他的 因为他的第三本 就是 解写奖天志之地 就要在九州 那种方法 然后他里面有 很新的内容 然后来到我们这边 然后给大家 有一个介绍 大家呢 可以关注 这个 纪国组全社的 法律上的观望国可 这个 纪国组 下面会有 一套 然后呢 按照管理 我们 现在是 就是 请问老师 他已经加了两万小时 也非常辛苦 请问老师 其实加课也是 这边特别异 我们就是 再提问 就提问到 4.40 还有两个问题吧 这位理想 您好 是吗 我可以有一位 不想问一下 你怎么看 现在人学的 一种回潮 你认为 他能对咱们 现在改革 有所益处吗 谢谢您 可能有点 我觉得很简单 在中国如果 其实 从起以后就是这样 在中国如果 真的要复兴儒学 那你就得 那你就得以秦制 为 为 为那个 那个 对象 在中国现在判断 你是不是儒家 或者说 是不是真儒家的 最重要的标准 不是看你所谓 是不是反西化 而是看你 是不是反情制 是吧 反情制的 就可能是儒家 不反情制的 哪怕你讲的 都是儒家的调整 充其量力 也不过就是儒表 法理而已 是吧 肯定不是真的儒家 是吧 所以我觉得 中国最有趣的是什么呢 在以前提倡 反传统的时候 很多中国人 他其实是 是吧 真正他面临 应该感觉是秦始皇 但是他不敢惹秦始皇 所以就敢惹孔子 是吧 其实就出现一种现象 我把它叫做 荆轲赐孔子 是吧 这个荆轲 由于不敢赐秦始皇 所以就跑去赐孔子去了 是吧 那好了 现在我们提倡恢复传统了 是吧 恢复传统了 你应该去尊重孔子才对 可是我们现在 很多人所谓的恢复传统 并不是尊重孔子 而是去尊重秦始皇去了 是吧 所以这叫什么呢 这叫荆轲赐秦王 是吧 这个荆轲本来是去赐秦王的 是吧 结果后来赐秦王没有成功 有人就说 那是因为你荆轲太齐劲 是吧 你现在应该提倡保守 是吧 那好了 荆轲提倡保守了 可是荆轲提倡保守的结果 并不是荆轲去 去学孔父子去了 是吧 而是荆轲去 去为秦王当护卫去了 大家不要开玩笑 真的有这么一个电影 就是宣扬荆轲送秦王 是吧 就是我们那个张导 张艺谋编的那种 叫做什么 江青木恐怕 讲的就是荆轲被秦始皇感动了 然后突然间变成了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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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秦始皇的超级粉丝 是吧 那里荆轲送秦王 所以我觉得中国 中国人在传统问题上 不能老子老子上个怪权 是吧 一讲要批判传统 就荆轲不吃秦王吃孔子 是吧 一讲要弘扬传统 那就荆轲去捧秦王 荆轲去送秦王 是吧 甚至去 甚至荆轲送秦王 焚出坑 是吧 我觉得那就糟糕了 是吧 我觉得其实应该倒过来 中国人如果真的要对传统批判 那就应该荆轲吃秦王 是吧 中国如果真的要弘扬传统 那就要和秦王划行界限 就红孔子 是吧 呃 什么叫做儒学啊 什么叫做儒家 我觉得已经搞得很乱了 因为到了 董宗书以后 既然是独尊儒学 那就没有人说自己不是儒学 是吧 所以就人人都讲自己是儒学 是吧 但是我觉得 如果儒学这个概念 儒者儒家这个概念 很有意义的话 是吧 也就是说 什么人是儒家 我不知道 因为人人都说自己是儒家 但是什么人不是儒家 我们应该知道的 是吧 这个世界上有七十亿人口 如果六十九亿 九千九百九十九万 九千九百九十八个人 都是儒家 只有两个人不是的话 那么这两个人 第一是秦始皇 第二是毛泽东 是吧 如果这两个人都是儒家 那么世界上就被揍了儒家这个概念 是吧 因为大家如果今天去取福 还可以看到 是吧 取福的太后林前还有块碑 讲的就是文革时期 毛主席派红卫兵到了取福 把孔子的墓都给 把 把那个取福的那个boy 都给投了这个 是吧 500年 现在都被认为是儒家 那儒家还有什么意味呢 是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关于经济变革能不能导致政治变革 这其实是个老话题了 以前我们都讲什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很多人说经济变革 自然政治也会变 这个说法我觉得不完全没有道理 不完全有 应该说还是有一点道理 但是这两者显然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就是有一个就有另外一个 或者说没有这个 它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 但是它有一定的相关性 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 政治上的变革其实完全可以演化为经济上的数据 我们现在即使完全不讲什么三权分立 什么多党制什么的 但是只要我们在经济上有原则两个目标一直走下去 那我觉得从多意义上讲 是一定会有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些东西的 这是什么诉求呢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 这个题法我觉得很好 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市场经济意味着对政府权利的限制 政府什么都能干 那还能叫市场经济吗 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 社会主义意味着对政府责任的追问 不是社会主义你可以说 我还没有必要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既然是社会主义 人们就可以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 是吧 从腰难道横路就是你的 是吧 你搞得不好就是得向你问责 是吧 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问责 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的权利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那么这两个方向延续的结果 一定会导致权利和责任的对应 也就是我们讲的限制 是吧 可是 也的确有另外一种现象 那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可以做一个相反的解释 是吧 市场经济意味着政府可以越来越不负责任 是吧 这就是所谓的要劳北京不找市长找市场 是吧 而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可以有越来越大的权利 如果按照这两条解释 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走向就是政府的权力会越来越大 而责任会越来越小 那么离我们讲的限制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是吧 因此我这里要讲啊 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发展 它逻辑上可以造成的这个政治变动 是有两个可能 不是只有这个可能 而这两个可能是对立的 是吧 所以这我看来啊 我们现在不需要创造什么概念 是吧 我们就需要把十八大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东西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方向予以落实 是吧 就是一方面不断地限制它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不断地追问它的责任 那我们就离我们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希望就会越来越近 而且这里我要讲 在这个意义上 经济的发展 经济的变化肯定会导致政治的变化 是吧 但是如果反过来讲 是吧 如果这个市场经济是按照我刚才讲的后一种方式去运作 是吧 以市场经济的理由为它推卸责任 以社会主义的理由为它扩大权力 那当然 那就是完全被造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啊 不是什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 也不是资本主义多不多 社会主义多不多的矛盾 而就是 两种 截然相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间的 啊 之间的 费力 或者说冲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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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